陛下 我在这 你快来呀 吓人 你在哪呀 这里 我来了 你去哪了 等等我呀 我身为大秦宰相 却每天吃康厌菜 全是滔天 却活得不如乞丐 就这还有人举报我贪污薄酷 密谋造反 这话狗听了都不信 可秦始皇却信了 于是便打算前往我的府邸查看 然而看到我家后的秦始皇却彻底傻眼了 点赞了 宝子们 四五二十 四六二十四 七四 陛下 您看我说的没错吧 这瞎人果然私下花钱训养大量铜仆 而且这里的建筑规模仅次于秦王宫 怕是早就想造反了啊 闭嘴 朕自有判断 你们是谁啊 谁让你们这裙瓜耸进来的 我 哦 听说镇国侯府广大宾客 讹门前来投校 甚的镇国侯府 这里是始皇帝所设的大秦血管 你们这裙瓜耸找错地方了 快走快走 莫让福子看见 否则定会打你们手心 啊 哦 好低好低 嬴政被推出了学堂外 一脸猛逼 便准备质问瞎人这里是什么情况 结果刚要说话就发现头顶的牌匾上写着大秦血管四个字 而且这字貌似还是自己提的 难道这真不是朕的国公之府 朕走错地方了吗 陛下难道忘了 前些日子 臣曾上书设立血管 为帝国培育人才 您批准了 还亲提大秦血管四字 附在书检里 呃 隐约 似乎 记得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 镇上未从国库拨出钱粮 清何以培育这上万血子 六国才灭 臣深知国库空虚 就将府邸改成血管 又把自己的十亿岁路先垫上 聘请了大量夫子 倒也勉强够用 那清请了多少位夫子 没有五十血子 一位夫子 清的十亿岁路固然丰厚 可如果给上万血子聘用夫子 多半也是捉襟见肘啊 不知你将府邸改成血管后 自己住在何处呢 自是有住处的 您随我来 很快 众人来到一座毛巫小院 只见柴门旁拴着条灰犬 院内开辟有菜田 留给人的落脚地并不多 甚是寒酸 这就是大秦彻侯的住所 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咸阳城里的小康之家住的都比这宽敞 是啊 我家里的下人住的都比这好 李斯 这就是你说的贪污国库吗 拿了那么多钱财的人会住这里吗 哼 嬴政说完就走进茅舍查看 不给李斯电脖的机会 而这一看 顿时又是头皮发麻 我早年在邯郸为质子的时候 也吃过些苦 可眼前茅舍之简陋 却突破了我对贫寒的认知 还有这吃食的容器 怎会如此破旧 夏爱卿过得也太苦了 他看完后就端起粗桃大碗走出去 愤铁不成当地看向下人 爱卿贵为彻后之尊 当想屋顶时 朕刺下的顶器何在 为何只见一用这破旧桃碗成犯 那个臣觉得顶器实在笨重 不如桃碗端着叔父 所以就将顶器卖于五成猴了 啊 无谓求之不得的尊 你居然嫌弃用的笨重 怎么 有意见 啊没有没有 您可是撤猴 岂是我能配说的 我就随扬憋不住出了个气 这回陛下脸色不好 我可不敢撞枪口上 爱卿当真只吃这个 对 子乃臣昨日特意留下的隔夜饭 服以特殊烹调方法 使用更加美味 陛下若不嫌弃 臣这便烹制了 请陛下与诸位同聊品尝 吃什么吃 隔夜的能好吃吗 额迪蛋炒饭啊 吃大餐了 吃大餐了 狗子我今天居然遇到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 皇上亲自给我赏饭吃 绝对是狗界独一份 我可以跟村里的狗吹一辈子 哈哈 小辉 这可是我费了千辛万苦 才留下的隔夜饭 这你都能吃得下吗 你就那么饿吗 哼 镇国侯 镇治公骨也 连苦自首 堪为老秦人表率 必被诬告陷害 莫非是六国旧族的监客 欺震见风不利乎 啊这 完蛋 下回再也不会没调查清楚事情 就贸然上奏了 哎 李廷尉一心为国 陛下道也不必苛责 将来李廷尉是深知宾客同仆之害 不如就颁布一道法令 额定二十等绝尘的宾客同仆数量 嗯 爱卿所言甚善 就这么办了 啊 朝堂上的三宫九卿 哪个家中不是宾客同仆如云 我这大秦最高法长官 若敢颁布法令限制 妥妥要成群臣公敌啊 瞎人这是有仇当场就报了啊 真狠 让你小子诬陷我 这回没话说了吧 呵呵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呃地爱卿啊 既然此事解决了 那就说说下一件事吧 你乃大秦彻后官职丞相 朕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怎能住茅屋 吃隔夜饭呢 若是天下闲才见了 岂不富匪 朕可博寡恩 倒霉时 谁还愿为大秦效力啊 那个陛下 我知道您的意思 但其实隔夜饭炒的蛋炒饭 很好吃的 隔夜饭能好吃到哪里去 朕知你奉行尖爱思想 但过犹不及 你是咱大秦帝国的连面 说甚也不能再如此 你看王俭王奔两位老将军 他们父子家中良田万寝 财获成山 尚且还不知足 你身为后辈 更要善于聚财啊 王俭王奔上前厅令 朕给你们一个月时间 教会瞎人如何敛财 不然要你们好看 是 呃 陛下 臣的敛财之数 其实也不差的 我可是二十一世纪来的 在这堪称蛮荒的 先秦时期 随便弄点什么 都能日进抖金 只是我对钱不感兴趣 挣到的钱 全部用来做了其他事而已 哼 朕不管 你不改了这个毛病 就是丢阵的连面 要命还是要犯 你自己看着办 嬴政说完就带人离开小院 摆驾回宫 留下王俭王奔父子俩和瞎人面面相去 王家父子没办法 只能邀请瞎人第二天去府上赴宴 呀 瞎相来了 快快入席吧 近日府中心得义武姬 美貌绝伦 天然若仙 灌汇武剑 瞎相定要品鉴一番 咱咱 这舞跳得是真好啊 瞎相 此女媚鼓出城 且有一生武艺 等嫌男儿怕事想不住他 瞎相不如收入房中 将之驯服 啊这 于姬 近前来 啊 于姬 于姬 你可知眼前这位英伟男儿是谁 哦 妾不知 你可知攻灭六国 三日连夺十成的华夏第一勇士是谁 你可知坚持推行俊宪 便服六国博士 让华夏再无分裂战乱之苦的是谁 你可知培育高产两种 让华夏万民再无激谨之忧的是谁 王奔三问 也让于姬知晓瞎人的身份 立刻脸红起来 知晓 妾仰慕已久 妾见过郑国侯 无须多礼 你是楚人吗 妾正是楚人 那你认识楚人项羽吗 妾不识 哦 没有项羽衬托 于姬也不过是个苦命的武姬 瞎相 那此女就归你了 哈哈哈哈 哇 我天 居然这么多 好吧 我撤回刚刚在王家府上的想法 你并不命苦 华夏大地上九成九的百姓 都没你活得滋润 不过你确定要跟着本侯过日子吗 本侯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如果你现在想回武城侯府 还来得及 妾仰慕镇国侯已久 有幸能服侍左右 又怎会怕苦 我在来之前 王家父子为我入了良级 更严明瞎人 尚未娶妻 我若能截足先登 那可就是撤侯夫人了 只要能做撤侯夫人 莫说是住茅屋 住猪圈 我也没二话 而且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没有哪个男人 能倾心管遇过一辈子的 如果有 那就是找不到另一半的 哈哈哈哈 鱼姬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干的 当下便服侍瞎人就请 瞎人见他也要进被窝 立刻皱眉 你多大 平日武剑还需缠起来 否则男友平衡 自我感觉不算小吧 哎呀 真不好意思 咱俩男女有别 我出去打地铺就行了 这里让给你 好好休息吧 明天我还得早起上朝 你自己找事做就行 小丫头骗子 不知人间疾苦 或许明天就后悔 想回武城侯府了 呃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嘿 增强监察天下官吏 加大刑罚 杜绝官吏 滥用权力欺压百姓 修改刑罚中对百姓的禁锢 加大伤税征收 以伤养民 与民修养生息 引进西域免种 研制制织免步伐 为百姓增加物美价廉的御寒之物 开设血管 招收普通粮家子 从中考拔官吏 打破贵族世家的权力垄断 让百姓真正跳出旧贵族的压迫 没想到如此人正 竟都是这位攻城掠地的 华夏第一勇士提出的 虾向文能治国 武能定国 真是文武双全啊 能到你来去 我回来不讲爱的女人 哎 大爷 你也是掏粪男孩吗 都掏到本汪家里来了 去去去 这里是本汪的地盘 宝子温遇到同行不要怕 只要像我一样先发制人 尴尬的就是他了 嘿 长者 莫要来我家门前捡便宜 那些牛马排泄物 我家中菜甜也要用 主人新收的这个女娃子 还挺机灵 之道感人 不错不错 不知王奔将军乔装而来 有何事吩咐 秦相可曾与你欢好 未曾 妾这两日备受冷落 恐不能改其心智 虾向这等人 便如你们楚人那位屈原大夫 心性坚毅不为外物所动 但君子可欺以其方 你便投己所好 待他将你饮为红颜之己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哦 气懂了 王奔不再多逗留 又嘱咐了鱼姬几句 便心满意足离去 于是 有两位当时名将在背后出谋划策的鱼姬 心丹情愿地跟在下人身边 三天了 整整三天了 他怎么还不走 这仙秦式饭菜 真不是我这后世人能享受的 再吃下去 嘴里都能淡出鸟了 要不是为了让他主动离开 我肯定不会 让嘴何为这么受罪 不行我憋不住了 三天了你都没动静 你真不打算回武城侯府了 不回 妾此生更定君子了 为何 我这生活这么差 你还没吃够苦头 君子或许忘了 妾乃武姬 近年虽凭借色意 被王侯公孙奉为座上宾 可说到底 自幼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君子口中的苦头 对妾来说 实在稀松平常 啊这 难道你不想锦衣玉食吗 想 但是妾更想服侍君子 让君子不必忙碌于躁塌 腾出时间 做更伟大的事情 妾前日整理屋中减毒 看到了君子 为华夏万民设想的盛事 到那时 或许便不会再有 妾这样的苦命人 有生之年 若能见到那等光景 妾死而无憾 君子还需要财货 开办血管吗 欠那些首饰华服 或可换回一些财货 届时尽数赠君子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等觉悟呢 不过想在大秦开遍血管 绝非一日之功 你那点东西还是留着吧 而且眼下最紧要的 也不是开饭血管 匈奴近日又越过造地长城 闯进来烧杀抢掠了 你身为处人 想必应该经历过 南越人闯进处地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匈奴便与南越一般 皆野蛮一敌 必须争讨灭之 君子要领兵争讨匈奴吗 不不不不 而今国库空虚 至于是否发兵征讨 朝堂上还在商议 好 妾立刻变卖华服首饰 捐财货为将士壮行 另外 妾在咸阳城中 还有些好姐妹 想必他们已愿为出征 将士助一臂之力 妾这便去找他们 于其亲眼见过南越的罪行 很是能体会到匈奴的罪恶 所以他这次说什么 也要帮助大秦 下人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暗暗点头 子女年纪尚幼 妾死或许有些浅薄 但在大势大飞上 却已有自身见地 也难怪未来能成就 霸王别姬的壮烈鸡美 就在瞎人感慨的时候 王俭高兴地来到 嬴政身边讲述着自己的计谋 三日前 陈将一名美姬入了梁集 送到瞎象身边伺候 那美姬不止滋容绝世 更兼有文才 善于见记 堪称能文能武 陈与陈子也为其出谋划策 助其俘获秦相之心 不过 那美姬热衷华服美事 瞎象不免要破财供养了 嗯 匈奴犯鞭固然可恨 但发兵灭之即可 唯独瞎人让我头大 堂堂大秦彻侯奸丞相 吃隔夜饭度日 朕这几日每每想起 便却难堪不已 而是 却你钱花怎滴 果得这般不堪 是啊陛下 不过如今瞎象 有美姬服侍在侧 想必已然尝过 各种滋味欲罢不能 就算他自己不愿奢华 又怎能忍心苛待家人呢 嗯 待虾仁改了习性 朕便再次他美姬庶民 分化其宠爱 免得真被那能文能武的 美姬迷了心智 断送咱大秦栋梁 陛下此法甚善 嗯 时已入夜 虾仁怕是要与美姬 共享雨水之欢了 不如去看看如何 啊 祖龙这是要去听墙根了 他什么时候有这爱好了 王日朕与众臣欢宴 除了虾仁 众臣皆放浪 所以 朕从未见虾仁那般忘形 如今难得他开了窍 不看他热闹 实在可惜啊 哦 嘿嘿嘿嘿嘿 呀 陛下来了 欢迎欢迎 您先坐着 我这就去叫主人 哎 不用不用 今夜谁也不许打扰瞎象 啊 哦 嘿嘿嘿嘿 陛下亲自给本王加餐 够本王吹一辈子了 你去一边吃吧 今晚不管听到什么 都跟你没关系 好嘞好嘞 哎 这么晚了他们怎么还没吸灯啊 黑灯瞎火有甚趣味 老将军岂不知灯下赏美之乐 嘿 年轻人就是会玩啊 窃便卖首饰 仇得半两千万美 走访城中姐妹 又仇得半两千近十万美 明日便能送来 君子可用这些钱财 为将士添置粮草假谢 讨灭匈奴 护我华下太平 什么鬼 这哪是迷失下人的心智 分明是被下人迷失的心智啊 虽然此举确实让人感慨 但咱帝国的国库在如何空虚 也用不着你们一群武鸡 捐献钱财打仗啊 门外来客 何不进屋一叙 被发现了 走吧 进去吧 啊 是你们啊 陛下 老将军 数位远迎 气见过陛下 见过老将军 哼 嬴政美好气地瞪了鱼姬一眼 让鱼姬惶恐不已 简直快吓哭了 瞎人也看得莫名其妙 陛下何故误了 这小小女娃 啊 你 女娃 什么意思 难道在瞎相眼中 此女只是个女娃 王俭听到瞎人的话后一脸猛 一直盯着鱼姬的青涩翘脸看 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 失算 失算了 我懂了 原来瞎相是爱淑妇 啊 这都什么 跟什么啊 谁跟你说 我爱淑妇了 此女二八之灵 不是女娃又是什么 自她这等年岁 若是敦伦玉婴 只有六七世要难产允命 陛下 说到这里臣就得给您提个建议了 臣想您为百姓指定欢配年纪 以免女子早孕伤身 白白允了 我华夏女儿性命 啊 君子真乃鱼姬 平生谨见大嫌 那自诩仁爱的恐梦之说 也断不如君子这般 怪不得他一直冷落我 原来那并非冷落 而是出于爱护 而且不仅仅是爱护我 而是爱护华夏女儿 瞎人真是个好男人 这美姬 到底是被带偏了呀 这么快就被带偏了 不行 再这么下去 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我得换个办法 瞎相 人生一世和其短也 当即时行了啊 若措施大好年华 到了老夫这般年纪 便毁之晚已 皇帝宫中有不少美姬 年岁建长却未得宠爱 既然秦相爱熟父 不妨赠予秦相 啊对 朕稍后回宫挑选 年过二十未得宠性者 全让赵高送来以亲 亲若不留用他们 也别想着放他们婚配 镇尽朱之 啊 他们这么搞 只想要华夏诸民都知道我爱熟父 然后让后世人把我和曹丞相并列啊 可是嬴政说到做到 我要是不接这个 那些人就会平白无故丢掉性命啊 陈领命 不过陈手中没有余才 恐怕供养不了如此多的美姬 哈哈 无碍 清想要裁货 想办法正就好了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是偷是抢 抑或贪点 收点贿赂 随清之便 啊 天下哪有君王 怂恿臣子敛财的道理 陛下为了让瞎相学会敛财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个女娃年纪虽幼 却知晓大义 属实可贵 乃何秦吴女爵 便自耳中公业者之官身 碎鹿三百蛋 啊 中公业者乃是皇帝内臣 尊贵尚在普通臣子之上 于既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 赶忙谢礼 妾 啊不 蒲蟹皇帝封赏 嗯 爱情 朕来此还有一件要事 点赞了 宝子们 匈奴犯鞭 百姓受虐 朕与西巡祭祖 威慑塞外诸狐 轻以为然否 这么快 看来该来的还是要来啊 使皇帝五次出巡 被世人痛批不已 因为每到一地就蒸发姚意 修建筑碧离宫 还要提供粮草给西巡队伍 实在不体续民力 但凡是有利有弊 嬴政第一次西巡 威慑塞外诸狐 匈奴也不敢再妄动 钻石为南征百岳 打下坚实基础 不可谓不重要 臣赞同西巡 但既然要西巡 不如趁此机会解决匈奴之患 一劳永逸 什么 你有把握一劳永逸 嗯 爱情有何妙策 不妨到来 正好王老将军也在 可帮你参谋一番 臣之策 须有三个前提 第一个 西巡途中陛下要轻车剪从 在到达边地之前 与出征大军一同行动 沿途不要铸壁离宫 不要郡县官吏禁建 一切按照大军出征的规矩办 嗯 好 论治军之言 大秦战将无处瞎人其诱者 便是一门双撤后的王检 王奔父子 在治军一道上 也是源源不及你的 此次征讨匈奴 致卫护我华夏诸民 所以陛下必须前去坐镇 而去之前 还须将您此举名发九州郡县 指六国移民知晓 特别是赵帝 因为秦赵之间打得最惨烈 导致赵帝百姓 对大秦的管制很抵触 所以若能处理好匈奴 闯进赵帝 烧杀抢掠的事 便能极大化解 赵帝百姓心中的芥蒂 尽收民心 哇 虾向此言甚善 陛下当去边地坐镇 会华夏诸民表率 嗯 那边定了 虾向继续讲 第二个前提 臣要三万 善于骑射之势 装备甲咒 强攻利刃 配三匹以上母马 另外 臣曾奏请陛下 暗中制造的高桥马鞍 马荡霹雳蛋 如今也都可以拿出来装备 给三万骑兵瑞士了 如此方能功无不克 穿插打击 攻其不备 一举拿下 匈奴王婷 再以闪电手段 早当残佈 陛下 这才是重点 也确实可行性极高 嗯 但是有个问题 秦兵正族出征打仗 皆是自卑物资 粮食衣物兵器 牲畜不易而足 他这么一怒 就都得我花钱了 可我手里没钱啊 哼 爱卿 如今国库空虚 若按卿之所言 恐难供应三万铁剂 不如 朕蒸发十万老族瑞士 交由爱卿统领 想必也能大破匈奴 十万老族瑞士 自是能大破匈奴 但匈奴皆乃游牧之民 战之不胜 即可远顿千里 若不能奸而灭之 过个几年 又会卷土重来 陛下是想一劳永逸 还是想反复拉锯 呃 当然是想一劳永逸 那便一清之策 装配三万铁剂 陛下 将军 热水好了 讲了这么久定是口渴了 妾 这就为你满上 不必 朕自己来 说着嬴政就接过桃壶 为下人倒满一杯热水 于其看到这一幕不禁暗暗则舍 使皇帝居然亲自给虾像倒水 这到底是多大的信众啊 看来我得抓紧了 再不把虾像拿下 等使皇帝把宫中美机送来 我这尊贵无比的彻侯夫人之位 可就悬了 卿的最后一个前提 也讲来吧 最后一个前提 分封诸侯与匈奴就地 啊 朕一直认为 卿推行郡县 乃朕之己 不曾想 卿也有分封之念 卿可知朕此生罪恨背叛 尤其是亲近之人的背叛 陛下莫要着急 虾像定是太晚了 困得不行 嘴巴胡咧咧的 非也 臣既然敢让皇帝行分封之事 自然也有解决之法 陛下可用推恩之法 赴死诸子女分纪 三代而出国 转为郡县 妙啊 如此分封 三代出国 塞外之地 皆为华夏义 虾像真乃聪慧过人 居然连这么绝的法子 都能想出来 嗯 果真是一劳永逸之良策 爱卿取为华夏第一智者 天色已晚 真就不打扰你了 先回去了 我的烦恼 又有谁能吃多 我学得太多 学得太长 小花不留 哟 小花还没睡啊 这么晚了 饿不饿 要不要来 加个餐啊 好啊好啊 小灰 你这骨头哪来的啊 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是始皇帝 送给我的骨头 哈哈 你真有眼光 哟 小灰还没吃完啊 没呢没呢 陛下您要回去了吗 这么晚了 路上比较黑 我送您回去吧 这一带的狗 我都认识 有我在 他们不敢吓唬您 哈哈 不用不用 来来来 一根骨头够不够吃啊 镇着还有一根 你跟你的小伙伴纷纷吧 哎 好嘞 谢谢陛下 哇 真是始皇帝啊 你好厉害 那是 既然陛下给了我两根 那 这块赏你了 见者有份 嘿嘿嘿 第二天 秦王宫中就发出一道诏书 由快马传往九州郡县 乃至乡里亭甲 小于华夏诸名 匈奴犯颠 闯进赵帝 烧杀抢掠 朕要亲自领兵征讨匈奴 拯救赵帝百姓于危难 护佑华夏诸名 此次征讨匈奴 不争更足遥矣 只争目 善于骑射之势 为正足 无需自备物资 华夏诸名 若有愿为出征而拦住威者 可自发捐献财获粮草与郡县 在统一运往咸阳 或赵帝边境 陛下 陈以轻争调到母马 并且从老秦人中 睁目到了善于骑射者 大秦少府间 也按照瞎向的要求 全力制造马鞍 马凳 霹雳弹 马甲等 虽然做完这些 国库里那点可怜的家底 有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但好在有无数百姓 捐献财获粮草 为出征而郎 壮行驻威 朕以心甚畏 糟糕 如今我大秦百姓都慷慨解囊了 那大秦的官吏勋爵们 更要做起表率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知道的陛下 诸位 陛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到 大家商量一下捐多少 各自送去给侠相集合 由他调配 啊 哼 我是大秦最高法长官 要以身作则 平日不敢聚敛财货 一家人全靠碎路过活 前次得罪瞎相 已经出了不少血 家中已然入不敷出 再捐下去 我全家真要喝西北风度日了 哎 此次是陛下亲征 需要财货粮草 咱们做臣子的 总归是不能太小气 还是勒紧哭腰带 再捐一些吧 吴先回家中准备财货了 诸位自便 既然蒙将军都如此说了 那吴等也不能落下 吴也回去准备了 告辞 我也是 告辞 众臣都陆续回家准备 李嗣无可奈何 只得垂头丧气回家 翻箱倒柜的又凑了一万枚半两千 亲自送往镇国侯府旁边的茅盛 可他走到半途 却被一群人堵住了去路 清香扑鼻 惊人心脾 真是鲜茶啊 还有此器具似玉非玉 内前惊奇彩绘 当真华美 嗯 不错 当真是美器也 不过 那里面泡的是茶 是的 此乃炒制而成的茶叶 君子可要品尝 那就确之不公了 果真鲜茶也 则则 美娘子 你在此处设茶摊 想必也不是消遣炫耀吧 说个价钱 鹅便买了你回家 嘿 你这人怎么这么大杀风景 是个人就想往家带 你就这么饿吗 行 用你管 美娘子 你就说行不行吧 呵呵 切乃郑国侯府之歌姬 君子当真要买 啊 郑国侯府 不好意思 鹅刚才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玩笑 嘿嘿嘿 嘿嘿嘿 切不卖身 但这鲜茶与瓷器是要卖的 诸位君子愿买吗 哦 真的 那当然要买 没人没求到 但如此 保其鲜茶也不能错过 作价几何 不用说价格 有多少额全要了 就这品质外面根本买不到 人群顿时热闹起来 都争抢着要买茶去喝茶叶 李斯看着情况 悄念地把手中慈悲藏进袖子 趁乱退出人群 站在外面看热闹 等女人全部卖完后 他就招招手 便有两个人从天而降 帮他收好今日所收财货 走进远处的镇国侯府 嘿 瞎人啊瞎人 亏得皇帝夸你连苦自首 原来财货都藏在侯府内 呵呵 这次看你如何狡辩 牛夫 不用去瞎想家了 你现在立刻把牛车赶回家 啊 主人不回家吗 不回 本廷尉便在此等候 阻拦捐献财货的同僚 将他们揭露那丝虚伪面目 好的主人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嘿 糟糕啊 朝中爱卿们都捐献了多少财货粮草 这 有话便讲 左丞相往往捐献 属米三斗 平位李斯捐半两千八枚 郎中令萌一捐腊肉两斤 内使大夫捐蚂蚁一件 大丝浓 什么 瓜耸欺人太甚 这是把镇当起打发呀 纵然是咸阳城里的乞丐头 受到如此捐赠 案里都要骂一声一群穷逼 陛下息怒 讲必诸位同僚也是有苦衷的 其实我也是私下得到李斯的传信 说下人已经把出征需要的钱财准备好了 大家只要再一撕一撕就行了 所以只捐了一袋草料 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不先殃及我就行了 哼 传 把那群刮耸都给朕叫来 带三公九卿 文武两搬到来后 嬴政突然发现 陈宫们一个个衣衫蓝绿 补丁落补丁 简直比乞丐还乞丐 庄穷是吧 说说都有甚苦中 臣等有罪 而等捐财给下相时 何等阔创 如今捐给朕 为何吝啬之词 下人穷 那是他自甘连苦 而朕穷 乃是因为出征匈奴 要行军国大事 朱卿但凡有心 便该多捐献一些 让朕和将士们 打一个富裕仗 也好护佑华下诸民 陛下 瞎想据脸财货 已达数百万钱 足以支撑大军征讨匈奴 当真 朕怎不知 陛下莫非要装糊涂 您难道不知道 侯府里已经攒了足够 发动一场战争的财富吗 若您不知的话 那上次他学管理聚集的财子 和让您随军出征的提议 这几项加起来 可有造反的趋势啊 走 随着去看看 我们的爱情就像一个机杀 你真的不牵挂 还坐伤了她的宝马 醉花 面对我不敢回答 会傻问你为啥 我受不了一个人的对话 醉花 我的姑娘 醉花 在哪儿 醉花 呀 陛下怎来了 恕臣未及远言 诸位同僚请了 呵 瞎想 你是真人不露像啊 前番诸位同僚见你拮据 还都捐钱捐物给你 如今看来 拮据的是五等才对 至少 瞎想这巨脸的金山 豢养的群美 五等家中是万万没有的 是啊 本以为瞎想是个清廉之人 不承想都是浮于表面 实则为一个无耻妄人 不但大言欺天 更坚贪财好色 对啊 如此私得品行 若与王姐王奔一般 安心做个军功撤侯也就罢了 偏偏 你还是又丞相 正儿八经的文武百官之手 实在得不配位 嘿 嘿 你们这是又误会我了 误会什么 瞎想该不是要说 这些钱财会捐给国库 用意征讨匈奴吧 呃 话都让你说完了 哼哼 钱财可以捐 这些美人又如何解释 难道要捐给出征将士 陛下荣禀 瞎人此聊 大言欺天 贪财好色 实在 住口 好好啊 好你个瞎人啊 这回逃不过了吧 陛下赶紧抽他 抽他个瓜耸 好你个瞎人啊 你可算是开窍了 堂堂七尺男生在天底之间 功业报复要有 金钱美人更要有 日后 万不可助破毛吃隔夜饭了 金钱美人若不够享用 便在狠狠地捞 啊 狠狠捞是啥意思 有你这么当君王的吗 你家亲儿子扶苏也没见你这么贯着啊 陛下怎么如此癫狂啊 天啊 我到底碰见个什么君王 啊 陛下莫要玩笑 钱财是臣贩卖商货所得 并非捞取 至于这些美人 是陛下让赵高将军从宫里送来的 您不会忘了吧 啊 哦 我确实让赵高在宫里挑选上的年纪的人 塞给瞎人 本意是逼着他 学会敛财来供养他们 现在看来 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又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啊 咳咳 爱卿前两天还穷得不行 怎今日就突然能有数百万钱财 你是贩卖何等商货 竟获利如此大 陈曾向宫里送了一套瓷器 一斤雨钱茶 陛下不也甚为喜爱吗 嗯 那确实是难得一件的宝物 你不是说造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吗 对的 所以陈又研究了个新法子 使得瓷器和雨钱茶都能量产了 不过一下子太多 又不知该如何贩卖 而恰巧陛下此时送来这许多美人 陈便教授他们用瓷器泡茶 上街推销售卖 倒也颇受豪客欢迎 而且陈发现他们身负学时 在血管教授蒙童绰绰有余 朕送来的累赘 在下相手中 却成了人才 下相真是大财呀 李斯 你第二次诬告 哎 居然在朕的眼皮底下睡觉 把他弄醒 行行 你要被扣工资了 你儿子造反了 你九族保不住了 刚刚我隐约听到瞎人的解释 知晓又误会了他 现在还被陛下点名了 这我敢醒吗 我能醒吗 嘿 还不行 哪来的孽畜竟如此放肆 膽在我 李斯 陛下 臣有罪 臣愿捐一万枚半两钱 祝陛下与瞎相争讨匈奴 嗯 呃 那个 不是一万钱 是十万钱 回去把府邸卖了 再找人借一些 或许能凑够十万钱 然后 全家人喝西北风吧 嗯 再一再二不再三 若再敢诬告朕国后 朕定不饶你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李廷尉不知道吧 嗯 可是 韩非也在我这血管中任教 将受法家之血 啊 什么 他还没死 嗯 呀 朕自从有了瞎向这位 真正的几百家大成者的人物后 就把韩非这样的人物 给忘到脑后了 不知韩非 现在还在教学吗 宣来与朕相见啊 人才嘛 什么时候都缺 既然才能超越李氏的韩非还活着 自然要用一用 完了 陛下一旦重用他 我可能就要被抛弃了 都怪我极度心太强了 惹了瞎向厌烦 以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 哎 为了以后在朝堂上能有好日子过 还是先服软做小吧 陛下万万不可 瞎向 那韩非心怀故国 用支币为大秦祸患 今日之事实数无知过错 日后无必将好好反省自身 谨言慎行 还望瞎向体谅 嗯 李廷尉之言或许有理 陛下 韩非的性子尚有些跳脱 还是先留在血管 磨去一些性子 到时再让他见您 呃 如此 那便再磨他一磨 当初将韩非下狱 也是害怕他有异心 毕竟他不是朕的人 既然还没磨好 贸然用之 反倒不美 韩非知法治国 则百姓为法而不知理 好比一条腿走路 终不长远 本来我也没打算 将他再举剑给嬴政 只是吓唬吓唬 李廁尔已 保住了就好了 保住了就好 看来日后在佳人面前 我只能跪着坐小了 朱青 瞎想捐这数百万钱 为出征大军壮行 朕心中唯有感佩 但无论他捐多少 那是他自己的心意 终究要用在将士身上 而朱青不愿捐献财货 难道是以为 朕会节流为己所用 臣绝不敢诽谤陛下 瞧瞧你们身上穿的破衣烂衫 左都坐了 还说不敢 群臣背对的无话可说 纷纷埋怨地看向王婉 若非他这座丞相带头装穷 群臣又怎敢跟着效仿 王婉也是一脸尴尬 若不是之前送货物的路上碰到李斯 他告诉我说 虾向与陛下已经有千万钱可以出征 让五等捐东西是在刮油水 我才不会这样做 现在这情况 只能带头多捐点了 陈以小人知心度君王之父 实在惭愧 陈愿捐精米千代 未出征将士壮行 陈捐见马白皮 陈捐铁料万斤 陈捐黄金千两 陈捐 嬴政边听边点头 等众人都说完后 才缓缓开口 好 既然来都来了 不如下相就戴朕与朱青 共同观摩一番这大清血管吧 毕竟这是以朕的名义去开设的 总不能朕自己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上次来的匆忙 还未窥见全貌 好的陛下 您随我来 李斯与韩非都是寻子的弟子 但二人用的法却不同 李斯的法是君王需要什么样 他就能变成什么样 一切为君王服务 而韩非则是主张 比变态的商君之法 还要更上一层楼的法 所以 嬴政初见韩非著作便惊为天人 后来韩王得知嬴政欣赏韩非 便让他出使秦国 谋划皮秦之策 嬴政识破后将之扣下 意图留为己用 但李斯怕被取代 心生极度 上座说韩非心向故国 不能为秦所用 不如依法承办 嬴政也打算让韩非吃点苦头 便将之下狱 如果不是下人暗中照顾 将韩非弄来学堂 恐怕现在已经不在了 六国一灭 华下大体成平 百姓想要平均攻越迁 更难了 长此以往 大秦朝堂必是一潭死水 下相可有解决之法 之一是义 当行新法 商君之法到了今日 也该变一变了 嗯 何以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嘿 陛下想要大秦更上一层楼 需得解除对百姓的限制 招募出身微末的梁家子进学 公平公正考拔优异者为官吏 这样不只是打破贵族世人 对治国权力的垄断 更是给百姓另一种上升渠道 便如军功刺绝一般 刺激百姓奋发向上 也为朝堂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除此之外 带国库充盈之时 陛下还需在天下俊剑开设更多血管 瞎想这是要挖我们文官的根基啊 能在朝堂就认的 不都是他口中的贵族世人吗 哪会有普通人啊 亲之所言 朕身以为然 乃何开设血管 耗费巨大 便以兴为力 十亿十万户 供养这一座血管 便要住毛屋吃隔夜饭 国库在充盈 又能供养几座血管 陛下可知 陈今日贩卖瓷器茶叶 要纳多少伤税 嬴政被吓人的反问弄得一愣 随后突然瞪大双眼 此等暴力伤祸 许难利润五成为税 然也 商君之法 重农一商 更战为本 确实能强国强民 但却不能复国 更不能复民 臣还是那句话 时宜是义 打天下和治天下终究不同 大秦强在变法 商君之法到了今日 也该变了 解除对百姓的限制 鼓励商贸 届时国库自然充盈 亲所言有理 不过这个新法阵 还是觉得有待商趣 这样吧陛下 您看这步 乃是学子们以羊毛之城 您可知有何妙用 欲寒 好吧 没毛病 确实能欲寒 怎么 难道还有别的用处 这不是跟你之前 从西域引进的棉花 一个功能吗 对 是 但棉花生长期间 喜强光 也只有在西域种植 才能高产 想要在大秦 推广开来 少说也要耗费 数年职工培育 很难供应我 华夏诸民需求 暂时不堪大用 而这羊毛布 就不一样了 过几个月 就要过冬了 陈推广的高产两种 如今已重变九州 届时华夏诸民 不缺粮食 只缺郁寒衣物 而羊毛布 恰好能做成郁寒衣物 羊毛又出在羊身上 养羊最多的地方 又是在外 爱卿的意思是 是 嬴政听到这有所明误 但因为受羹战影响太深 凡事根本不往伤道方面去考虑 所以纵然他雄涛伪略 此刻也说不出个道道 卡格了 下人见他如此 便主动接话 在外大漠别的没有 唯独这羊毛随处可取 哪怕把羊剪成脱皮 也能再长出来 如同重庄稼 在内有粮食 在外有羊毛 内外大可互通有无 牧民若得安居乐业 恐怕手中公刀 也要变成羊毛剪了 陛下此次讨灭匈奴 便是不行 推恩分封之策 直接将在外化归为郡县 牧民有羊毛之力 又怎会不服王化 哦 妙 妙啊 这羊毛 让朕想起管众对付鲁国时 想办法让鲁民盲鱼纺织稿布 一直荒废良田 最后使鲁国完败 羊毛与稿布 又一曲同工之妙 不曾想 爱卿竟还有管仲之才 陛下过奖了 不过商旅往来 国库更能作收无数商税 何丑不能大兴血管 可是爱卿 商股低买高买 囤积居齐 贸然放开限制 也非好事 管仲虽让齐国强盛 但遗留下的弊端 也是显而易见 而商君主张 重农一伤 也正是基于此 并且不只是一个 一字那么简单 除重税之外 还有人格上的贬低 朝廷只要蒸发摇曳 商股便是和罪求奴隶一样 都不被当人使唤的 贸然改变 属实不妥 陛下考虑周全 也是对的 所以放开限制的同时 也要加以监察 总不能阴阅废识 待此次征讨匈奴势必 臣有大略成上 好 营正汉首不再多言 走向学堂的下一处观摩 却发现越走越能闻见一股刺鼻怪味 熏得险些被过气 陛下 这块区域都是百公学子做工的地方 而做工的过程中 需要很多化学工序 就比如羊毛粗雅星山 想要处理成仿线 须得经过数道工序 不乏用到硫化之物 故而难闻 原来如此 那他们又是在干嘛呢 哦 他们在研制造纸印刷之法 何为造纸印刷 紫围纸工艺尚不成熟 紫围活字 可随意排列 用意在纸上印刷字句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们用的竹简都是笨重不变 单单写完一部论语 就能装一车了 可若是用眼前这物 岂不是只要一个盒子 就能装下了 爱卿 这薄如蝉翼的神物 是如何制成 桑马葛皮 刨制成浆 倒在绝纱上一层 带其晾干 便是一张纸 啊 瞎像莫要说笑了 如此神物 怎么可能是用 随处可见的桑马葛皮制成的 对啊 瞎像莫不是害怕我等学会 故意噎着藏着 无需怀疑 土能烧制成精美磁气 桑马葛皮自然也能造纸 等到工艺成熟 制造出合用纸张 在府以活字印刷 便能批量印制点击 陛下将来开设血管 也能大大省下一笔开销 既省钱又方便传送阅读 瞎像真是大财 太妙了 我感觉瞎像这个研究 又能堪称华夏一神迹了 瞎像真是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少马并乾坤啊 众人跟着瞎人 见到学堂的一项又一项 令人震惊的发明 一路上赞叹不已 走过百工院 来到了数学院 当他们看到学堂里 更像剑客的夫子 讲解了数学公式后 一众大秦顶尖人才猛逼了 那鬼画幅一样的东西是啥 有你这么教学生算术的 你没学过九张算术吗 数学怎么能不学九张算术 反而学这个鬼东西 瞎像就是这么让你误人子弟的吗 瞎 瞎大人的才能轮不到 你在这说三道四 你说的九张算术那满意 只有隔壁的蒙同班在学 瞧不起谁呢 啊 若没事就请快快出去吧 别担我的教学进度 众人退出来后便去蒙同班查看 发现真如夫子所言 一个个都被惊得说不出话了 这学管里的都是妖孽啊 我一生的终点 居然才赶上人家的起点 不错 爱情所设 学管与众不同 朕必将之开辩天下俊献 无论花费多少 谢陛下 如此 则大秦强胜 更胜往昔 这位大人 你方才大言凿凿 这一算学夫子的学问 想必也是精通此道吧 呃 下官粗通九张算术 却不知世间高人多已 属实梦浪了 那算术公式乃本猴独创 并未传播开来 你看不懂 也是正常 不过你既然精通九张算术 兼幼孔武高大 任御使 为免大财小用 便在出征大军中 任个司马之职吧 啊 这 若是换了往常 能在军中任职司马 那就是高升了 我能高兴死 因为军中司马 不用冲阵杀敌 只需掌管军需钱粮 参赞军务 可刚刚的事得罪了虾仁 万一虾仁 让我在战场上冲阵咋办 陛下 您看 看朕作甚 虾仁乃又丞相 有调配百官之权 用不动你怎的 没 用得动 用得动 行了 天色已晚 是时候回宫了 虾仁 既然东西已被权 那明日就随大军启程吧 好的陛下 虾仲 咱俩没太大怨恨吧 您何苦为难下官 张司马也是荀子的弟子吧 蛤 虾仲如何知晓 果然是你 明日诸位同僚送来的捐赠 以及本侯纳数百万钱 便由你统筹 好生做事 为出征将士 管好军需 找不了你的军功 未来成为大秦迹象 也无不可 虾仁交代完便离开了 留下张仓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这张仓在大秦 没混出名趟 其实却乃汉出名尘 先后为相数十年 活得时间也长 据说有百岁高龄 他修改编定的九张算术 更是影响深远 算是荀子徒弟里 比较拔尖的那一撮 既然让我遇到了 不用一用 实在可惜 为什么这集不给我细分 翠花没了 连你也不要我了吗 全军出击 全军出击 所有人原地休整 点赞了 宝子们 怎地如此多羊肉 从何而来 是前两天 消关的李信老将军 非要敬献给陛下的 都是刚宰杀的新鲜羊肉 陛下放心实用 不过陛下之前 明发指令 只需给大军提供 必要军需 不要铺张奢侈 可李老将军 却依然我行我素 敬献数千扇羊肉 实在当罚 旁人都是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你这倒好 碗还没端起来 就开始骂娘了 有本事你当时 别要这些羊肉啊 父皇快尝尝吧 这可是虾将军 亲自做出来的 很香的 哦 却是美味 没想到爱卿 还擅长刨处之术 略懂 虾将军又谦虚了 父皇有所不知 大将军的刨处之术 堪称神乎奇迹 更能化腐朽为神奇 他将一锅隔夜饭 烹制得千金不换 宁约蛋炒饭 而沉出肠时 险些把舌头也嚼咽了 扶苏在刚见识到 虾人的勇武才能时 就将虾人当作了偶像 时刻关注着他的动向 当听虾人汇报 他亲自下厨做饭时候 就赶忙去吃过一次 自此对虾人更加佩服 成了他的小谜地 而嬴政听到 隔夜饭仨字却是愣住 朕初次去虾人居住的毛巫时 不也正是看见 一碗隔夜饭 才心生联系 大发雷霆吗 那蛋炒饭比之死汤 熟优熟烈 蛋炒饭更加 对对对 陛下 我主人的手艺 可是无人能比的 平常我想吃 都得求他半天 亏得朕之前还联系你 原来小丑竟是朕自己 朕也要吃蛋炒饭 好的 回头有了隔夜饭 臣便烹制请陛下品尝 哼 朕要吃蛋炒饭 蛋炒饭 蛋炒 嘿 你哥这老和尚念经的 这吃货怕不是个假祖龙 报 陛下 大将军 前锋绍齐于前方十里 发现歉于匈奴起兵 好 侠卿 且去猎杀之 朕不要活的 诺 清旗千将王岐部 众旗吴百祖总义部 即刻整备 一通古壁 出击 服苏跟去参战 是 行人来了 兄弟们撤退 是 他们来此就是为了抢物资 如飞必要并不会正面交战 所以遇到秦军后就立刻逃离 停戒速度又是让秦军吃灰 然而今天这些骑兵注定要在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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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刘百祺打扫战场 愚者集结 随本侯入阵 救抚百姓 敢有趁机抢掠 既如百姓者 力斩不饶 是 杀人传下军令后 当先驱马向小镇而去 扶苏脸色发白 在后面紧紧跟随 虽说嬴政让他来参战 但杀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参战 为了护他周全 杀人自己都没敢上阵 带杀人率军进入小镇 一路所见竟是无辜离世的大秦百姓 场面令人触目惊醒 各自散开 寻找存活百姓 扑灭燃烧房屋 快马到之陛下 让医疗兵尽快赶来 吴还是来迟了 大将军 你若能一劳永逸解决凶无之患 便是我华下诸民的 当心 公子速走 屋中还有人 大将军可曾受伤 无恙 再去检查下 不留活口 长公子无恙吧 大将军不愧为华下第一勇士 当真汉勇无品 生死搏杀 哪有什么汉勇不汉勇 只看谁更冷静 谁出手更去猛罢了 大将军 发现存活百姓 前头带路 瞎人驱马到了地方 便见院中坐满面目焦黑的百姓 不少人身上还带着伤 江三老何在 回将军的话 江三老鹰是在匈奴攻破阵子时战死了 嗯 听你的口音 似乎不是赵人 在下怀音人 韩姓 啊 韩姓 是 韩姓 瞎人看着眼前的脏兮兮的年轻人 不禁哑然失笑 这该不会就是那位兵仙吧 他这副模样 很难让我跟那位联想啊 试探一下先 你家在怀音 跑来赵地作甚 前些日陛下发下赵书 言说有埋医侵入赵地 略杀我华夏儿女 在下随为卑 却常怀大义 故而与同乡一些壮士 在庭长带领下赶来赵地 湘雅虽战死了亭杖 却也杀伤不少敌人 只是没取下手机 实在可惜 嗯 他没有反驳疾惯 那么极有可能 真就是那位兵仙韩信 还真是巧了 这都能让我遇上 好 都是我大秦鹦鹉意识 稍后陛下赶到 定会封赏而等 啊 陛下 你既知晓诏书内容 便也应该知道 此次征讨乃是陛下亲征 呃 知道是知道 只是在下没想到陛下真赶来 有种 呃 咳 咳 哈哈 虾人婶然一笑 全倒没听见 只去安抚其他百姓 等秦始皇赶到小镇 虾人和扶苏率领残余的百姓 以及韩信等壮士出阵营间 父皇 千语匈无其兵已全歼 哎呀 爱卿可是受伤了 伤在何处 怎流如此多血 嬴政跳下战车 仔仔细细查看 虾人周身上下 扶苏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痕迹 突然感觉有些心塞 刚才虾人解决敌人时 我身上其实也见了不少来着 父皇怎么不看我的 接取意外 有劳陛下挂怀 臣这身上都是敌人的 臣并未受伤 爱卿身为义军主将 麾下三万儿郎性命 给予爱卿一身 千万要爱惜自身啊 臣遵令 嗯 无儿可曾受伤 我是你儿子吗 你儿子是虾人才对吧 有这么区别对待的吗 无恙 好 夏爱卿 战况如何 我刚才上前禀报 没听到吗 果然瞎人才是你亲儿子啊 千余匈奴骑兵 以权奸 我不伤十一人 无意思 虽说是举国库之力 装配的骑兵瑞士 而且已多打少 全胜也在情敌之中 但自身一人未损 属实很惊艳了 甚善 给将士们记功 陈寒遇见几位义士 乃是受陛下诏书感召 不远千里自处地而来 参与绞杀匈奴蛮夷 端事可敬 韩信带你同伴素来 拜见陛下 韩信大喜过望 他原本以为能远远看见陛下 得到一些封赏 便是天大兴使 可不曾想尽还能得接见 当下颤抖着手整了整衣冠 又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 然后如同螃蟹般 同手同脚顺拐前行 但他这还算好的 其他壮士一个个体如筛康 根本就迈不动步子 韩信顺拐走一步 他们才敢跟着往前蹭一步 刚还把你们夸成一朵花 结果这瓜怂样不是打我脸吗 在下 前手小民韩信 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逐一时免礼 韩信松了口气 而他身后重同伴 则是齐齐身体一软 一头戳在地上 一群人倒地到插葱 忍住 朕不能笑 要保持威严 威风八面啊 这群瓜怂 都被朕下腿软了 他们带队停长战死 全凭韩信指挥得当 才能防助匈奴骑兵 护得数百镇民周全 哦 韩义士可曾进学 新早年嘉靖寅时 四处游学拜师 学过一些兵家之言 陛下可要考校 那便考一考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 韩义士既学兵家之言 可知朕亲征匈奴之身意 收六国移民之心 尤其可收赵帝移民之心 此举暗和兵权谋之术 嗯 虾亲象征要了三万骑射瑞士 皆是自观中 数族挑选 用以出赛扫灭匈奴 韩义士以为可行否 大将军用兵按和兵技巧之术 以专精之势 催敌强相灭之 不过 挑选拼凑之军理应多加磨合证据 使之万众一心 否则十成战力 用不出六成 韩信先是肯定 虾人的用兵之法 随即又话头一转点出不足之处 嬴政愕然 韩信可是虾人举荐过来的 可他居然敢当着虾人的面挑刺 这般不顾情练 多少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啊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确实言之有误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虾人有不如人之处 游戏看了 嘿嘿 嘿 我的偶像有错 我付菲可以 但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可不行 更何况他的挑刺还不成立 韩义士多虑了 大将军治军有法 早在自咸阳出征之前 已将这三万骑士磨合完成 你可知大将军用的什么法子 您曾听闻大将军治军眼中有词 若是麾下而郎为父兄子之 自能万众归心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 若只按你所言 将士敢战与否 皆取决领兵大将一人 而这三万骑士出赛作战 少不得要分进合击 难道将士们离了大将军 便不要作战了吗 韩信这次是真被问住了 他到底没有真领过兵 许多东西还无法与实际融会贯通 便是嬴政也心生好奇 下人是怎么做到在短时间里 让三万来自不同地方的将士 没有主将也能发挥占领 扶苏剑两人被调足了胃口 便也不再卖关子 大将军入营当日 便令三万大军分成三十个签队 比赛齐数 往返三十里 前五十肉 鱼者十糙米 各签队争攻 一味图快 图中不管调队袍 大将军编持有袍则吊队的签队 不给他们计算成绩 如此 第二次比试时 各签队变团结 不愿袍则吊队 军心凝聚已成 大将军不愧为滑下第一勇士 心不如意 但心还有一言 讲 信听闻赛外荒漠苍茫无有方向 匈奴不足分散起肩 如何能准确打击 若是迷了方向 不得水源 岂不置大军于死地 韩信好话没落地 便再次挑了个词 而且是非常致命的词 不愧是兵仙啊 考虑的就是多 就像后世汉武帝时 资历较浅的魏青 或去病都能封侯 魏查非将军 李广不能 因为前面就生俩梅迷路 而李广老迷路 晕头转向疲惫时 被匈奴趁势打击 白白葬送 麾下将士性命 不过我是谁 我可是穿越者 指南针这东西 我早就造出来了 你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 那你可有解决之法 信早年幼学 曾在邯郸见过一种奇巧之物 其以特殊矿石雕琢成杀 将之置于平台大力旋转 最后皆会指向南方 顾名曰斯南 出塞大军可用之辨别方向 置于水源 信以为唯有用奔方法 蒙田大将军驻守边境 想必也在搜集记录塞外水文地里 出塞大军可按记录好的水源地进军 嗯 此子之韬略 胜过大秦县有九成军奖 陛下可要任用 而若愿入室 便在此次出塞大军中 任作司马之职 信 阿布 末将谢陛下风赏 好 其他一世不计生死名利 千里而来抵御匈奴 看为可敬可配 解封不更之绝 战死者风于此职 谢陛下风赏 安排好众人后 大军便在镇外驻扎 瞎人则是领了一些将士 以及残余的镇中百姓们 去掩埋遇害百姓了 嬴政忙完后 也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陛下 事不大 无碍 周围悲戚痛哭的镇民 看着堂堂大秦至尊 亲自下场送走自家同乡亲族 不由心中五味杂陈 赵帝百姓少有不恨秦的 秦赵先后大战数次 赵帝几代青壮男儿皆毁于秦首 但此次嬴政清征 摆明了又是来忽悠他们这些赵帝百姓的 今日他们困手相牙 被匈奴兵攻打 若非秦军胆到 说不得便已被攻破 哪怕不谈驱逐一敌的大义 这活命之恩却是不得不认 朕思子民 说服供奉 却不能忽悠子民周全 以致子民为塞外蛮一所残害 残也溃也 而等暂且安息 今日之血债 朕必让塞外蛮一万倍偿之 明月繁星共剑 朕世灭凶奴诸狐 世灭凶奴诸狐 世灭凶奴诸狐 此刻不管是悲痛不已的照明 还是谦逊温和的复苏 身上都冒出凶蛮之气 那是一种独属于这先秦时代的 华夏诸明本相 也是夏仁这位后世人所不具备的 华夏诸明正是凭着这股凶蛮 将周朝溢渔之地 开拓成春秋列国 占尽内外高渔之地 等众人散去后 嬴政跟夏仁又在镇外军营视察了一番 问了夏仁一些问题 夏晴 正观你本心洒脱 世间荣华名利 清洁不甚在意 便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权势 似乎也不甚热衷 清之洒脱 姬如神奇 俯瞰世人 但偏偏 清心中又似有大悲大慈 纵观古往今来 四清这般爱护近代前手小民者 朕莫说事件 便是听也没听过 这是为何 清为何如此矛盾 啊 这 其实 呃 其实什么 其实人性本就矛盾 陛下想那么多干啥 对呀陛下 您想想 人活一世就那么短短几十年 肆意洒脱是一天 肥痛哀叹也是一天 只要咱们追随本心 过得逍遥快活就好了 似乎还真是这个礼 好了陛下 时候不早了 您早些休息吧 明日咱们还要继续赶路的 好 两人分别后 嬴政在赵高的服饰下 洗了一个热水澡 然后扶苏带着热气腾腾的红烧马肉盖饭来到嬴政身边 父皇 今日缴获死马伤马甚多 火头军烹了红烧马肉 给全军将士添夜食 儿臣也给您带了一份 好 今日战况如何 详细到来 儿臣与大将军赶到时 匈奴骑兵正劫掠死阵 集结欲逃 大将军令轻骑千对拦截 以骑射对骑射 几里呱啦几里呱啦 怪不得夏青一力主张用骑兵讨伐敌人 确实打得干净利落 倒也不枉耗费 不过你并未上阵冲杀 因何弄得一身血污 儿臣与大将军得胜后入阵 收敛被匈奴兵残害的百姓时 遭遇掉队的匈奴兵偷袭 幸亏大将军汉勇 忽住儿臣 否则儿臣怕是再也见不到父皇了 扶苏越说越后怕 脸色又有些发白 嬴政道也理解他的感觉 并未责怪他怯懦 只知道 当年荆轻与秦武阳 假借献徒刺杀阵 也是凶险无比 事实众臣皆经手足无措 而下清类时 只是朝堂上的末位武将 上殿不得配件 若非他毫不迟疑冲上壁街 赤手空拳解决掉荆轲 朕多败也是凶多吉少 大将军之神勇 古今汉勇 咱们负责 解成的活命之恩情啊 就在两人感叹的时候 又黑又瘦的张仓主动来找韩信攀谈 韩司马有礼 无奈又司马张仓 咱们日后便是同僚了 原来是上官当面 下官有礼了 嗯 军中百将以上皆配一枚 这一枚是韩司马的 好生保存 韩信打开扁原的小盒子 发现里面是一根能平行转动的细针 随着它摇晃 细针也在微微转动 黑红两头始终指着固定方向 韩信兴奇地把玩了片刻 突然到戏一口凉气 此物能指明方向 然也 此物名为指南针 乃大将军所致 用之初赛可比斯南准确多了 斯南那东西我也见过 转动之后辨别方向 总有些许偏差 大军若用之 少不得错失战果 怪不得我给出斯南变相之法后 陛下就不知可否了 原来大将军瞎人 早就制造了更好用的指南针装配给全军武官 我的斯南变相 多少有点反门弄斧的意思了 如此说来 是不是水源问题也被大将军解决了 嘿嘿 军中每位将士都带着水源 不知韩司马是否注意到 带着水源 我听说过带水车 带水壶 带水能的 却从未听说带水源的 那万一而能随处带吗 还每位将士都带 哈哈 你难道没发现那三万将士所骑战马 都是能产奶的母马吗 那可是朝廷穷搜九州 按照大将军的要求弄来 足足十万匹 若按这么做 那就算离开水源地 用光携带的饮水 也能靠马奶再坚持几日 对于骑兵来说 多坚持几日时间 能干的事情可就太多了 信当真不如大将军多矣 嘿嘿 也不尽然 至少你胆子够肥 连大将军都不及你 啊 新颜席兵家雪说 向来行事谨慎 谋定而后动 何来胆子肥一说 况且 上官与信不慎相属 相识不过半刻 又怎知信胆子肥 咦 你行事谨慎 你白天挑了大将军那么多次 竟还敢在大将军麾下任职 难道不怕到了战场上 大将军随便找个由头解决了你 好像是这么个礼啊 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那个 大将军没那么小心眼吧 哎 你知道我以前什么样吗 那是又高大又白净 哪个见了都要夸一声美男子 可就是因为说错一句话 便被大将军扔进军营做了司马 每日忙碌的像马驴 你看我现在这模样 哎 一个字 惨 上军县至腐尸城外 十里多 上百匈奴骑兵带着宝掠的彩虹 粮食 器具等沿着坡下倒入快马机型 竖的茅草捆扎成的大火球 自坡上滚落而下 空不两个道路 蒙住马眼 冲开火球 冲出去 壮士饶命 我愿为母 只求不杀 匈奴兵说的是赵帝口音雅言 项羽倒也能听懂 但这却让他杀意更甚 既学我华下雅言 当惜我华下之美 安敢入赛杀掠破坏 该死 你虽勇猛 却不听我安排 私自带人冲锋陷阵 所幸大家无碍 日后再敢莽撞不听军令 我必鞭斥于你 胜多胜了 伯父何须如此急言力色 你 秦秦来了 伯父 怎么办 你在这稍安勿躁 带我先去看看 点赞了 宝子们 在下向良 五等乃处地一事 前来绞杀匈奴 不知诸伟将军是哪步兵马 为首的骑兵千将并未回答 而是先打量他身后战场一番 随后赞赏地点头道 以五十人或百人奴旗 好战法 无奈陛下西巡部将 陛下率领大军将至 而等若要离去 便速速离去 若要逃赏 便上脚兵器站在路旁 等陛下过去 自有司马记录而等掌握 给予技功赏赐 自是要逃赏 稍轻 向良向宇等人便见到来战车上的嬴政 不由握紧拳头 伯父 你别看他现在意气风发 但咱俩此次来赵地 就是为了结交豪杰 暗中积蓄力量 待时机一成熟 彼可取而代之 你不要当着大家的面 胡乱说话 会被灭族的 与此同时 嬴政身旁的佳人 突然似有所绝斑 扭头头来锐利目光 向良煞时头皮发炸 浑身僵硬几乎不能呼吸 向宇也是瞬间安分 迎上佳人目光 今日偶遇亲征的嬴政 算是意外之中的意外 可他身边的虾人 却是让我感到害怕与绝望 当年秦军伐楚 虾人便是一路主将 善战之余更善致民 每每攻下楚国城池 必定收拢民心 推广高产两种 时至今日 不少楚地前首小民 不但不恨秦军 反将当年伐楚的秦军 当作救世主 导致我向家反秦困难重重 如今无以需发斑白 可虾人却正当壮年 有虾人一日 我向家的反秦大业 便绝无希望可言啊 那人浑身浴血 身旁堆着众多匈奴手机 又是个厉害的人啊 不错不错 我华夏义士就得如此勇猛 一会定要给大家加餐 好好犒劳犒劳 大军要在福尸城修正 诸位乡子若愿跟随 届时陛下还会赐下酒肉 同去 好 还有一事 前前骑兵已经禀告给我 终于是想向陛下逃赏 那么现在就请儿等 报上机关姓名 各自上角斩活手机吧 本司马会记录在册 待此次征讨结束 朝廷会发下风赏 苏王儿等家乡 听将军口音 似乎也是楚人 那 远是乡子 实敬 将军好 蒲奉大将军之令 为受伤的义士提供帮助 好 你且去吧 诸位乡子义士可曾受伤 蒲帮你们包扎一番 说吧 也不等人回话 他便去查看浑身浴血的项羽 而向来张狂无忌的项羽 此刻竟有些手足无措 只因眼前的鱼姬实在 太过青春美艳 兼又热情亲和 他瞬间便被夺了心智 一见钟情 诶 你好像没受伤啊 这些匈奴首级 都是你的斩获吗 还挺厉害的 不知你与君子谁更勇武 嗯 妹妹口中的君子是谁 谁敢与我相较勇武 君子便是陛下身边的大将军 乃华夏第一勇士 你可知晓 啊 不曾想妹妹敬以相中的那瞎人 好吧 我知道了 好了 我这边登记完了 诸位想与陛下共影的随我走吧 陛下威武 陛下威武 朕该如何封赏你 封赏不及 臣还要出赛打击匈奴 若能全胜而归 再行封赏不齿 善 代青扫灭匈奴 再行封赏 陛下 大将军 蒙田将军送来军情 言说已截杀上万语逃出赛的匈奴起兵 若加上咱们这些十日绞杀的匈奴起兵 入赛截略的匈奴起兵 已是所生无几 或是已从别处逃出赛 哈哈 甚善 陛下 臣以为明日当加快行军 与蒙田将军会合 继而出赛了 好 嬴政此番亲征 算是尽收赵帝民心了 便是那些九州各地赶来的义士 怕也是成了他的拥躬 回乡必然大肆宣扬此行建文 自此 他的统治必然更加牢固啊 是啊 之后我们再想结交反秦豪杰 恐怕是难如登天 若不谨慎 说不得便要把自家献进去 唉 伯父 既然咱们结交赵帝反秦义士 已无希望 不如跟着大金走走 看他们战力如何 好 次日 大军在富士城补充两日粮草 全速赶往赵帝就长城一线 而策马急行途中 向良眼看向羽魂不守舍 注意力全在前方乘坐战车的鱼姬身上 羽儿 莫要儿女情长 如今抱秦的统治愈发稳固 你我叔侄若再不发愤 此生怕是无望复国矣 呃 伯父可是气馁了 唉 这只秦军之精锐 纵然是魏武族 韩才士 奇迹鸡 赵骑射等等加在一起 我等也断然不是敌手 你我叔侄若要复国 将来必与之有一战 如何胜之 此今确实无敌 但也只在平原 到了咱们楚地南方 必然施展不开 尤其南岳之地 咱们叔侄抢来一片领土 即可拥立一位楚王复国 秦今也无可奈何 难得是如何报仇 全面推翻暴秦 自我对推翻暴秦不报期望后 便钻了牛角尖 颇为气美 可经你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推翻暴秦和复国 两者并不冲突 好 不往前走了 咱们回楚地 啊 国父 你难道真打算在南岳复国 直归缩异于之地吗 我一直以为 咱们是要报国仇雪家恨 推翻暴秦统治 堂堂正正的复兴楚国 哼 你懂什么 暴秦统治越发猛故 咱们一直如此串联结交 反秦豪杰 早晚必为官吏察觉 死无葬身之地 反之 只要咱们在南岳复国 便无需再串联结交 也能吸引六国一族来头 大可积蓄力量 静待天时 项梁怒声训斥着项羽 而项羽也终究年轻 心中尚无太多主见 听伯父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便也不再前行 然后 眼睁睁看着前方的鱼姬乘坐战车 渐行渐远 甚至来不及道别 一天后 大军赶到武库与蒙田会合 做最后的出赛作战部署 陈来边关镇守前 瞎向曾主赋臣 要利用走私商骨 搜集塞外地理不足之信息 如今已然出现成效 此为塞外地理图 据少奇探查所知 匈奴左贤王自王庭而来 近日率领部族驻扎于此 此次匈奴骑兵侵入上郡 也是此聊在谋划指挥 匈奴人作战甚是狡猾 瞎青可有办法 有的 左贤王是对方的指挥队吧 呵呵 遇到我 算他倒霉 左贤王 遇到我 算你倒霉 众将士听令 现在随我出征 目标西北方向匈奴驻地 出发 东南方向 有超过万人以上的骑兵击驰 秦军出赛杀来了 大家莫要再拐牲畜 速速向王帐集结 一时之间 所有牧民像兽精的兔子一般 都向王帐方向逃算 而王帐内的左贤王莫独 则是派出三千骑卫出营 阻击秦军骑兵 但好巧不巧 仓皇逃回营地的大批牧民 竟阻塞了三千骑卫出营 一方想往里挤 一方想往外出 两方拥挤成一团 好不混乱 你们这些愚蠢家伙 都想被秦军杀死吗 再有敢挡路者 斩 一群乌合之中罢了 杀 莫独看到本就混乱不堪的营地 彻底乱成一锅粥 便知败军已定 放弃聚兵抵抗的妄想 带着紧盛的百鱼棋卫 逃向西北方 来到大河边纵马过河 可行之和中央水 就漫过了码头 莫独只得骑马狗泡了 哈哈哈哈 他这仓皇而逃的样子像极了落水狗 都别抢 看本死马生情的此料 点赞了 宝子们 大将军 此料便是匈奴所嫌王 如何处置 与其他匈奴 庇王一般 暂且待在军中 充为向导 对 待扫灭头曼王庭 一同献服父皇 诺 大将军 这数万匈奴俘虏 该如何处置 如果按往常一个部族 一个部族的剿灭 那字不必留他们 但此番茂盾 聚集合套一带的部族 劫掠上去 这一战算是被一锅端了 如此多的轻壮俘虏 若尽杀之不免可惜啊 嗯 你所言有理 那些男丁 无论老幼 抹去惯用手掌 只拇指 留下两个 倾其千对鸭姐 回赛内再做去世 充为奴隶 至于妇人和牛羊 麻痹党 也一并带回去 交与陛下处置 嗯 如此甚善 啊 惨叫声顿时此起彼伏 这些入侵的匈奴 男儿从此刻开始 便开不得功 卧不得刀锚 成了废人 心中之恍然悲戚 自不用多言 但这就是先秦时代的生存法则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华夏诸名从来不是软弱可欺者 一旦腾出手 比辈便是跳梁小丑 大将军 长公子 将士们烤了小羊羔 鲜嫩得很呢 你们快尝尝 对啊对啊 本狗子刚刚吃了一个又香又大的大羊腿 现在饱得都快走不动路了 主人你快尝尝 这个烤羊师傅的手艺是真不赖 行 先放这吧 大战才结束 你怎不去救治伤亡的将士们 我让你跟着下午姐学习卫生知识 就是为了能时刻关注将士们的身心情况的 你可不能私自偷懒 大将军放心 蒲已去看过将士们了 并无伤患 这烤羊羔便是他们送我的 此战打得犀利 又有霹雳弹发威 匈奴人几乎被吓破胆 敬畏将士们如天神 因而从头到尾 甚少有抵抗者 好 那将士们士气如何 蒲负责的将士们士气都好着呢 大将军不可服了美人之意 你若不吃 我便全吃了 真香 小馋猫一个 你先吃吧 鱼姬你去通知所有护士 让他们上报将士中的戴战者 由你统一记录 大将军可是要处罚戴战将士 擒法严苛 动辄就会变成废人 而战时军法更严苛 斩首也只是平常 更会连坐父母妻儿 飞也 那数万俘虏徒之可惜 我一押戒回 在内冲为奴隶 便让戴战将士押戒吧 也免得留在军中影响士气 嗯 如此甚好 我这就去 小灰 我们走了 我不去 我还等着主人 吃完羊肉剩的骨头呢 我要是现在跟你走了 他铁定要把这些喂给其他狗的 你瞅瞅 你那圆滚滚的肚子 还想着吃呢 你真不知道 小花为什么不跟你玩了吗 嗯 什么意思 难道他不是因为我当初只分了他一半骨头才生气的吗 那只是一时的 主要还是人家小黑爱干净 每天都打扮得干净利落 吃饭就吃七分饱 保持好身材 再看看你 每天就变着法的想吃好吃的 也不把自己打扮帅点 还抠门护士 你这样怎么能让他继续待在你身边啊 啊 这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我狗生就两大爱好 吃喝完 若是喂了一个小花就损失一个爱好 那也太残忍了吧 小花狗常有 像本狗这么优秀 没有不良嗜好的狗不常有啊 这样只要你以后不好吃懒做 努力锻炼 那我就亲自给你做好吃的 还帮你找到新的小花 真的 那主人你可不能反悔啊 他们都听着呢 放心吧 主人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鱼姬姐姐 咱们走吧 大将军 你以后做饭时候能不能带上我 我也想吃 自从上次吃完蛋炒饭 我就再也看不上御膳房那些厨子做的饭了 看情况吧 一会跟我去看看积压的匈奴大小壁王首领当户 咱们要拿下投卖房亭 找不得让他们充当向导 哦 为何要让他们当向导 万一有人胡乱指路 那我们岂不是陷入被动了 这些家伙熟悉草原情况 充为向导再合适不过 利于准确打击竹水草油墓的匈奴各部 不过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正是咱们要注意的 所以咱们还需震慑他们一番 哦 而等言辞不一 定是妄言欺诈 不实好歹 从他们家圈中各挑出一人 杀 怎么样 想好没 啊 继续挑一人 服不服 我们今天就是全部交代在这 也不会向你们屈服 嘿 你还挺有骨气 怎么样了 大将军 长公子 比被尚未设服 还需手段惩治 虾人默然看了那些匈奴首领眼 静止走向半死不活的莫毒 一脚帮他吐出被寒信生情是枪咽的河水 随后莫毒的意识便逐渐清醒 然后跪在了瞎人脚下 如愿为向道 诸大行的铁骑 扫灭头曼王亭 啊 你玩我们是吧 我们九族都快灭没了 你上来就投降 有你这样的大王吗 陈等正欲死战 大王何故先降 匈奴以左为尊 左贤王茂顿 刚好是他们的首领头曼禅鱼 设立的一位储君 但有趣的是 头曼禅鱼娶了小老婆 也更宠爱小老婆生的儿子 一直想把茂盾弄掉改立储君 茂盾活得惶惶不可终日 如此也就有了史书中 鼎鼎有名的鸣笛侍父 所以茂盾对于出卖父亲 大抵是没有心理负担的 你们父子俩还真是负此此孝啊 其他人还要死扛到底吗 奴人为向导 朱大秦的铁骑 扫灭头曼王亭 奴也愿意 于是虎 桑岸骑士有莫毒和朱布首领为向导 稍作修整之后便渡过大河 自九园出发 沿途扫灭大小不足上百 取之扑向匈奴腹底 一举冲入毫无防备的投曼城 当场俘获投曼蝉鱼和辅证贵人数百 城中无一人逃出 本来觉得父亲被我害得如此狼狈 还有些愧疚和懊悔 但一看到后面的胭脂后娘 我就觉得我没做错 你还真是到死都不忘他 行了 将这些人暂且收押 接官进城中 带回师塞内 一同献服于陛下 大军于城外驻扎 做出围城攻打之势 竟带援军自投罗网 是 鱼姬你带着医疗队和伤患 进入投曼城中好生修养 后面没有吩咐 可不必每天出来汇报情况 好的将军 鱼姬带着人进入城中 可没一会功夫众人就狼狈而出 说甚也不愿意再进去 怎么回事 将军 里面又脏又乱 好好一座小城 弄得跟大型猪圈一样 达遍遍地 污水横流 就是一跃不曾洗漱的将士 也断没有此种呛人的味道 对对对 主人 那里面的景象 就是我爷爷那位都没见过 太恶心人了 张仓将那些匈奴贵族 以及奇卫俘虏 都拉出来清理城市 挖掘排水沟 是 其余人 带他们收拾完后 再进城搜财货 点赞了 宝子们 刮耸的匈奴 援军来了 而狼们 打完这一仗 就能回赛内了 现在听我号令 两亿清奇皆出 用霹雳弹 搅乱敌阵 对面不讲武德 刚上来 就打这么猛 我们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 重击兵 攻 长公子 比被机势 轻壮劳力 能抓一个是一个 咱们也别闲着了 正该如此 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这一天我等很久了 捷豹出赛大兴 扫灭匈奴王庭 活猪头漫蝉鱼 陛下威武 好 好啊 好个虾青 好个华夏第一勇士 绕城一周 宣读捷豹 让城中百姓 也高兴一番 另外 发阵赵令 告知赵帝百姓 告知大秦朱俊县百姓 此番征讨匈奴 我大秦全胜 是 这一战 朕看非但不亏 国库反倒要充赢了 快在 看来征讨匈奴 终究与列国征战不同了 陛下所言甚是 列国征战乃是自家人同事曹哥 不免束手束脚 但对于这些塞外蛮夷 却无需太多顾虑 略齐人口 略齐牲略齐财货 皆能充实自身 嗯 嗯 哪处有竖旗 被插令旗 应该是夏青的另一份捷报传来了 快 派人前去引路 陛下在上 大将军呈报之军情在此 不错 真不错 夏青之军果然从不令这失望 赵高 续续荀子三十二篇来 是 陛下 初赛大军既已全胜 想必博书上军情应该不错 怎的还要用到荀子著作啊 博书前半章 讲述的是 夏青如何攻破阴山王亭 拿下投曼蝉鱼 以及收获轻壮七万鱼 马匹牛羊无以计数 便是我而扶苏 也在战场上斩获数十敌人 而后半章却富有阴符密信 说是还有件大事交代 须服以荀子书解密 真恐又有变故 会不会是瞎向一路打的 皆是快之又快的突袭战 将士们连日突袭 人困马法已至极限 在最后对战时士气不佳 损失比较严重 不足以支撑陛下接下来的行程了 希望不是 陛下 您要的东西送来了 嬴政亲自翻阅竹简 对照博书竹子解密 最后拿着腾超好的解密军情 撒嘴为难道 夏青要在回尸途中 趁机剿灭月之与东湖 他以着因伏觅信传递军情 估计也是怕途中被截火 导致月之他们 提前得知消息吧 啊 夏向手中兵马不足三万只数 且连续征战 假些霹雳弹得不到补充 将士也多半早生怠惰 如何剿灭两部 大将军这个决定会不会太急躁了 咱们真要现在剿灭月之与东湖吗 此番正是时机 咱们扫灭匈奴不足的时候 那些逃兵或者收到消息 提前躲开的人 基本都是逃去两部 若此刻不剿灭 两部很快就会做大 成为大秦新的强敌 反倒更麻烦 尤其遇之把持 西遇至关西之地 遇外伤屡想入关中 便要受其盘剥 甚至是劫掠 大秦若想沟通遇外万国 则必先灭此辽 扑苏知道 瞎人有意放开商骨限制 但却不料他所谋如此深渊广大 他呆之片刻 才又回过神来 假些损耗颇多 霹雳弹更是所剩无几 将士们也疲闭怠惰 如何机制 不需咱们动手 自由四世为之 坐享其成即可 大将军可是想将军功 刺绝之法用在笔背身上 然也 你想想 大秦因何而强 进而兼并六国 无他为两点而已 一则更战 二则军功刺绝 其中有以军功刺绝最为厉害 一举打破贵族垄断 晋升渠道的桎 哪怕是奴隶之身 也能转瞬变成 旁人仰望的人上人 能用在华夏之地的梁法 用在更崇尚勇猛 掠夺的匈奴人身上 自是更加事半功倍 可是大将军 华裔之便 以下之防 自古已有之 身值人心 父皇和朝中重臣 恐怕不会答应 给笔背优待 更不用提军功次绝 长公子可真是老实人 您已然说了 华裔之便以下之防 身值人心 那么欺诈笔背满蚁 便也算不得吃得吧 福苏恶然 还了好半赏 才哭笑不得到 大将军真有五姓军 张一致风范啊 大将军异域 争讨月之 东湖两步 尔等可愿金钱效力 斩获一颗首级 立刻赦免自身苦役之法 若战死 也可赦免家俊苦役 再斩获一颗首级 择刺绝位一等 赏牛羊各五头 水草丰美的牧场白母 另可续谱一人 家中子女 也可送一位进大秦血管 斩获越多 封赏越多 尔等可愿 匈奴俘虏中 对秦军心怀怨念者 自是闷头不语 但也有经受不住 诱惑者在同族的 比翼目光中 争前恐后的勇上 前把看守将士为主 无怨 无怨 莫及乃翁 无也怨 俺必须去 俺最是善其社 对 卑劣之辈 不得善终 叛徒 一通排序下来 约莫有七八千人报名 看守将士统计好后 便领着这些人出城 十日后 这些人突然又重返城中 个个满脸油光 兴高采烈地寻找他们的家眷 什么情况 秦军真给你们赏赐了 嗯 我此番跟随秦军出征 斩了三个 新战牧场的月之孽种 一个用来赦免我家的苦意 另外两个全是赏赐 现在我家有牛羊二十头 上好牧场二百亩 而且我现在 有两级爵位在身 你 应该匍匐在地上 跟我说话 喊我贵人 呸 得是变猖狂的家伙 我若对这月之孽种 斩获必多你十倍 这般的一幕幕发生在城中各处 代入城的叛徒 全部领着家眷离开 城中圣余人已然人心浮动 有人偷偷找上看守将士 表示愿意效力于军前 但看守将士却只说做不得主 需要禀告给大将军 如此又酝酿了一夜 四日瞎人让人传话 愿随军效力者 出城接受证别 不愿 一人逃走 百人队接斩 百人队逃走 千人队接斩 家眷苦意致死 自为连坐之法 但有斩获 全家苦意立设 再有斩获 便有牛羊牧场赏下 更有爵位尊荣 成为贱民仰望的贵人 纵是战死 家人也得赏赐继承 是要做连累家人的卑劣诺夫 还是要做牛羊成群的尊荣贵人 你们这些家伙自行权衡 大将军 士气可用啊 有这些渴望军功的匈奴兵打头阵 剿灭月之东湖不费吹灰之利益 长公子可是起了稀用之心 或许吧 如此多虎狼猛士用之急气 难免可惜 比备满蚁 畏微而不怀德 讲掠我华夏时 也是这般如虎如狼 扶苏顿时新凉 想到当初与韩信相遇的 上郡小镇上那些悲惨的百姓 延细感慨煞事消散 陆我大秦子民者 白死不能赎其罪也 诸位 本侯异域分兵 东陆军以徒催为主将 仁萧为副将 韩信为司马 领一万七千 清齐瑞士 两万匈奴骑兵 三万匈奴不足 西级东湖 诺 西陆军由本后与长公子统领 张仓为司马 领五千清齐 亲卫五千重齐 以及剩余匈奴兵马 西级越士 诺 随后大军便驱使匈奴兵 为前锋行进 至于投曼城 以及周边水草丰美的牧场 则作为榜样 安置给匈奴军大小将官的家眷们 给匈奴军一个盼头 如此 匈奴军士气更加高昂 所过之处不足见面 东陆军一直打到燕地边境 西陆军则一路打到关西 与专程赶来的银正碰了面 银正原来的打算便是西巡来着 此番正好顺道 哎呀 爱卿啊爱卿 蛆虎吞狼 算是被青蛮出花了 陛下莫要张扬 移民上位填充草原之前 还需匈奴兵镇守 万不可泄露风生 哈哈 妙哉 妙哉 稍后你带我去建议一下那些 谢去兵甲的匈奴将领 我对他们勉励一番 然后咱们便回长城观城吧 是陛下 末将还想让大军在长城外驻扎 让亲卫压着投曼末独父子 以及越之皇族跟随咱们 进入长城观城 善 点赞了 宝子们 爱卿侵出塞外之地 想必心中已有计较 郡县与分封 两者哪个更适合塞外 关西至西域 以及河南之地 至赵武灵王开拓的熟地 水草也最是丰美 只需移民填充 便能为我大秦 提供源源不断的战马牲畜 更可以开垦无数粮田 种植卖到土豆 所以这片地方皆设郡县 而余下之地未有大用 以推恩之法画地分封 哦 爱卿将西域设郡县 可是还惦记着 用西域商务 沟通域外万国 正是 前期设置郡县管理 或许投入较大 可一旦商路打通 皆是域外 万国蜂拥而至 沿途郡县必然繁荣 更可为大秦带来源源不断的财税 嬴政见他言辞如此笃定 不由为之哑然 沉默半赏才突然到 此番争讨塞外诸狐 爱卿劳苦功高 朕正在思虑如何封赏 不若 便将这河西之地 化贵与清 封为侯果 臣没有 朕一已决 爱卿不必推辞 这是爱卿应得的赏赐 也唯有爱卿知晓河西的重要性 懂得该如何治理 不不不不不 其实臣是想说 臣没有财力物力去开发河西之地 嗯 哎呀 爱卿又谦虚了 清没有其思妙想 皆能脸财无数 朕是知晓的 怎会没有财力物力 嘿 我是脸财无数 但聚脸的钱财都花在哪里了 你难道不知 而且话又说回来 就算我累死累活 把河西之地开发好 届时推恩令下 还不是要被朝廷摘了过时 哎 等等 过时 虾人骤然睁大双眼看向嬴政 而嬴政则似笑非笑 君臣二人对视半傻 虾人越来越无语 嬴政则笑意越来越浓 臣这是作茧自负啊 哼 也罢 钱财用在哪里都是用 臣便接了 何惜这摊子 嗯 一套流程走完 虾人告辞离开 嬴政则是突然忍郡不惊的大笑出声 这笑声 很独特 很没形象 赵高见怪不怪 眼观鼻 鼻观心 但 扶苏就凌乱了 看着发出大妈笑的嬴政 心中貌似有什么东西崩坏 待嬴政停下笑声 赵高立即送上温水 嬴政刚喝一口 就瞥见了呆滞的扶苏 呆滞下最近口气有些大啊 该让医官配五些钥匙服用了 你怎在此 啊 父皇迎接瞎像时 儿臣便跟在瞎像身边了 得 父皇这时又把我忽略了 还好我已经习惯不被他重视了 好尴尬呀 扶苏怕不是修炼的隐身先术吧 为什么每次有瞎人在 你都那么不起眼 哎 父皇无恙吧 无恙 无恙此番随军出赛 斩获几何 瞎相爱护儿臣 甚少让儿臣亲临战阵 因而仅斩获首级十余 嗯 黑了 瘦了 但也愈发有勇武之姿了 带回关中 朕便家风 你为太子 家风你母为皇后 啊 儿臣 儿臣 他话到嘴边 却一哽咽不能言 自古王公之子皆称公子 为太子为储君 嬴政自登陵王位以来 不利王后 更不利太子 扶苏没少被朝中群臣非议 甚至不少人以明里暗里 站队其他公子 便如赵高 都是看中了公子胡亥 担任胡亥的老师 如今迎正御家风他为太子 他心中多年的委屈 算是一招释放了 稍后 扶苏眼含热泪从殿内出来 便看见瞎人等在远处 瞎相 请受扶苏一拜 哎 长公子何故如此 臣受不起 父皇御家风我为太子 家风我母为皇后 乃是沾了瞎相此番 率军大胜的功劳啊 哦 即为太子 臣更受不起了 除非长公子想害我 行吧 可如此大恩 我该如何感谢瞎相啊 瞎人坏笑一声 他在这里等扶苏就是有事 听他如此说 便不客气了 赠臣一些财货如何 多多益善的那种 臣一想到要开发河西之地 便愁啊 没问题 财货小事 带回关中 便赠瞎相万钱 嗯 那便五万钱 啊这 还不够啊 那个 群臣以往不爱我 我也甚少有镜像 全部加笔算下来 怕也只有十万钱 啊 多谢长公子 慷慨解囊 十万钱赠给瞎人 我怕是只能每日在母亲处蹭饭了 可说出去的话 又不好收回 好难受啊 赵高将军 且慢行 咱有事跟你商量 啊 见过瞎相 哎 你我同殿为臣 私下里 何必如此客气 赵大人文武双全 我向来是敬佩的 若不嫌弃 我便唤你一声 赵兄如何 啊 我跟他交际不多 纯属同事关系 他为何突然这么热情 这怎使得 高又怎敢嫌弃 哎呀 赵兄 嗯 赵兄 哎 弟穷啊 啊 地要开发和西 穷啊 赵高乱乱眨眨巴掩 似乎在重启当机的大脑 半赏才反应过来 陛下之前想空手套白狼 让瞎人开发和西之地 而这瞎人的空手套白狼 玩得比陛下还溜啊 陛下起码还顾忌脸面 而这位大型宰相 是真能拉下脸 兄都叫了 我好意思给少了吗 需要多少 赵兄向来受陛下宠信 平日得赏赐颇多 便住第十五万钱吧 啊 多少 我家中也没余粮啊 长公子结居 尚且住了十万钱 赵大人可是看不起粉像 啊 你有病吧 把平均线拉这么高 让别人怎么活 怪我干什么 他都张口要了 你敢不给吗 我 唉 我确实不敢不给 瞎人此番举动 最后得意者是陛下 陛下知道了 也只会拍手叫好 我敢不给 名字会立马出现在 陛下的小文本上 瞎人这位宰相 更是想啥时候整我 就啥时候整我 那便十五万钱 赵兄大忌 带回了关中 定然请赵兄到府中饮酒 嘿嘿 次日 瞎人跟随嬴政前往西县 用头曼莫毒父子 以及月之王族 记历代秦宫 并发下诏书传至 大秦珠郡县相邻 塞外诸虎已被尽数剿灭 从此刻开始 西北两个方向的 漫长边境线 在无蛮夷入扣之忧患 百姓若自愿移民塞外者 立给牛羊个石头 封美牧场二百亩 免赴税摇一三年 另外还可得到一匹马 抽签决定公募 蒸发大秦各地罪囚 移民塞外赦免其罪 同样分发牛羊马蹄牧场 只不免赴税摇曳 剑集奴仆若怨 立刻给予良解 家主不得阻拦 只可向官府报备 换取同等数量 同等性别 同等年岁的蛮夷奴隶 我终于有翻身的机会了 哈哈哈哈 我要去塞外 边境没有游还 咱们这些商队 也可以往更吸走了 免得好处 皆被西方一族商队占了去 扫灭西北一族 是幽王以上的历代周天子 皆可望做到的工业 这位秦王的对外武功 已然超越华夏 流史以来的王公诸侯 皇帝之称 石志明归矣 毕指照令下去 百姓的赞叹此起彼伏 嬴政则是返回了关中 当他看到前来嬴家的文武百官 居然又穿着 补丁落补丁的破旧官袍时 立马恼怒 前次为出征大军募捐时 你们便是如此装扮 想装穷不捐善款 现在又来这一出 儿等又想作甚 这就要问瞎项了 赵高 朕累了 速速回城 我让瞎人开发和系之地 瞎人转过头 便朝扶苏和赵高要钱 这是我是知道的 王板和群臣如此模样 多半是提前得到了丰盛 怕被瞎人找上门去 另外 也有像我卖惨的意思 想让我拦一拦瞎人 但我可是和系开发的 最终受益者 脑子坏掉了 才会阻拦 我不鼓励瞎人 已然是爱惜颜面了 嘿嘿 诸位同僚 好久不见 我 那个 吴家中还有事 瞎项明日朝堂再见 下官近日偶感风寒 就先告辞了 末将做起药产仔 得赶紧回去看证 告辞 下官的夫人有孕在身 隔一会见不到下官就会哭 先告辞了 文武百官根本不给 瞎人说话的机会 七嘴八舌找了借口 便瞬间跑了 长公子 你 稍后便将价值十万钱的财货 送到瞎项府上 扶苏先告辞了 我是真被榨干了 别找我 跑得真快 还想请你去家里庆祝来着 不去算了 主人他们不来 就多给我做点好吃的吧 这次上战场 我可威风了 回去一定要向其他狗炫耀 让之前看不起 我的小花高攀不起 嘿嘿 请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 此番争讨赛外诸虎 镇国后下人当为首公 特赐何系之地为封国 以筹其功 臣谢陛下封赏 公子扶苏 青出赛外 刚毅勇武 深得振心 加封太子 其母丰厚 陛下继承秦王位二十多个年头 儿子也有二十多个 起初大家都觉得 扶苏这位长公子是太子之位的不二人选 可这么多年一直未得到加封 我早就把精力放到其他受宠的公子身上了 却没想到陛下直接来了个措手不及 谁不是呢 我全部身家都压在了公子高身上 可扶苏半路跳出来 跟着大军去赛外走了一趟 回来便加封太子 我之前的投资直接化为泡营了 哎 你们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怎么过 扶苏成为太子 日后必定继承大同 到那时我们这关生还当不当得 哈哈 瞧瞧你们这吃饼的样子 胆敢猜杜镇之心思 哈哈 那便猜吧 有的你们猜呢 风赏已结束 边赛之地如今有大批移民没人管理 真意将朱公子分封赛外 具体是想过几日在意退潮吧 啊 群尘又悚然一惊 朱公子分封赛外 这代表他们最后的翻盘机会也没有了 便是赵高都垮着一张苦瓜脸 魂不守舍地走出大殿 赵兄赵兄 赵兄何处去 教授少公子胡害学法 赵兄果然是文武双全之大才啊 呃 瞎相 你也别拐弯抹角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答应你那价值十五万钱的财货 稍后便送到府上 啊 还是赵兄大计 地狱府中设宴起 兄与诸位同僚便一起去吧 大家热闹热闹 嘿嘿 吓人之后半句话 不只说给赵高 更是说给店外所有官员听 魂不守舍的文武百官齐刷刷一个机灵 终于想起眼前还有个麻烦 扶苏风太子 我们大不了离开朝堂 跟着结交的公子去往赛外任职 可眼前这位宰相 分分钟便能撬走家里大半财货 赛外本就荒凉 若再没了财货 去赛外喝西北风吗 对啊 这分明就是鸿门宴 我得赶紧跑 瞎相 末将的坐骑难产了 得赶紧回去处理 先告辞了 下官风寒尚未痊愈 就先告辞了 下官夫人还等着陈回家吃饭 改日再去拜访瞎相 百官巷囊碾了似的 再次拿出昨日借口逃走 速度之快把扶苏都看傻了 瞎相家中韭菜是有毒怎滴 一个个竟吓成这瓜怂样 这就是我要的这种效果啊 比备奸华不易 若我不提前告诉他们虾人缺钱 急需大家帮助 那现在少不得虾人要拿我当样板 向群臣索要捐助 届时群臣不敢恨虾人 却是要误了我呢 而且群臣皆闭而不及 才能显出我赵高的慷慨大气 嘿嘿 赵高念及至此 跌落的心气都恢复不少 笑着向瞎人道 瞎相 宴席设在何时 诶 朱同僚不爱我 让人好不丧气 如何能饮得下酒 改日吧 如此 高病改日亲自登门拜访 瞎相 他们都太抠嗽了 若不嫌弃 我还有些甜产 贩卖可得 别别别 长公子慷慨 臣怎好一味苛求 先就这样吧 诶 人心不古 智风日下啊 扶苏太老实了 这么好一瓦 我不能让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扶苏目送他走远 转头又回了大殿找嬴政 将店外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 原来瞎青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 哈哈 呃 父皇 瞎相开发何夕还是便宜咱们父子啊 如此幸灾乐祸真的好吗 不如您从内裤中拨些彩货 赐予瞎相开发何夕 嘿 去去去 我低内裤可是历代仙王记载下来的 怎可轻忽浪费 你刮松给额走 竟想些没招落的 快滚快滚 扶苏这个老实人无奈地被赶了出来 而下人这边也回到了家 将刚才的是讲给正在摘菜的鱼鸡厅 鱼鸡厅完后看了看摘好的菜书 也是无奈的 既然无人来赴宴席 那这些菜仆先送去雪馆 给雪子们加餐吧 省得吃不完腐烂 倒也不必 诸位同僚不来 还可以请别人来 你捎带片刻 你有中宫业者的官职 出入后宫方便 这些请柬便送去后宫 按图所记 送于个宫 宫子公主 鱼鸡眨了眨眸 已然明白她的什么主意 鸡贼笑道 君子好坏呢 普好生喜欢 那就速去 好嘞 不得不说 鱼鸡头脑聪明 还越发有贤良 小媳妇的模样 很难让人不爱啊 秦王宫里收到请柬的公子公主 皆是与有容焉 轻轻打扮起来 只求能在下人宴上不多颜面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个例 就是正在跟赵高学法的少公子呼害 少公子可知 瞎向火风撤侯以来 便一向独善其身 同步与大臣 公子结交 因而陛下也不猜忌她 这突然之间 瞎向为何要邀请少公子燕影呢 不知 陛下赐了瞎向和西之地为封国 瞎向没有财力物力建立侯国 你若去赴宴 他多半要与你哭穷 你帮事不帮 吃个饭 我就得破财 不行 我不帮 我那点钱财 还不够自己花用力 那 我便不去赴宴了 不不不 你若不去 便是不进国朝宰相 陛下知道怕事也要恼了你 啊 胡亥一张小脸顿时皱成苦瓜 只得拍马屁球问道 师父最有智慧 可有两全之法 嗯 你此去 不穿华服 不带美式 见美式便吃 瞎向见你拮据 多半也不好开口 便是开口哭穷 你也可随意给些财货糊弄过去 哦 还是师父有智慧 傍晚时分 诸位盛装的公子公主结伴出宫 胡亥则是一身素衣 拎着二斤熏路肉当半手里跟在后面 陈瞎人见过诸位公子公主 瞎向有礼 见过瞎人的公子一手回礼 但愚者公子公主却是第一次见到瞎人真人 不由惊的张大嘴巴 瞎人没有叙叙习惯 虽鹦鹉威严 但此时笑的和煦 显得像个凌家大哥哥 大秦彻侯 国朝宰相 功成灭国的大将军 居然是眼前的和煦大哥哥 这也太吓人了吧 诸位弟弟妹妹都哑巴了吗 瞎向当面 怎可无礼 瞎向有礼 无妨无妨 银艳若是居礼 那便无趣了 快快请进 此物倒是奇思 用之比贵做舒适百倍 那是 沉着圈椅 乃是华夏匠人的智慧结晶 极其符合人体力学设计 只需铺上软垫 便是沙发也多有不如 你们先坐着喝点奶茶 我去准备饭菜 真好喝 妹妹 这么大一杯 想必你也喝不完 浪费可是可耻行为 要不将你的分给我喝两口 哼 大兄 他抢我茶饮 小妮子 算你狠 来来来 刚出锅的扫子面 又香又过瘾 我这食材不多 只能做面了 诸位莫嫌寒酸 瞎向亲手烹制美食 乃是天大盛情 又何来寒酸一说 五等兄弟姊妹 唯有多谢款待 嗨 家中结局 说慎款待 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 赶紧吃 凉了可就没滋味了 说着 他率先端起大海碗吃起来 建筑人家已经开动 公子公主们也不再客气 众人吃完后 下人又端来一些卤鸡爪 油炸花生米等下酒菜 以及几糖果酿酒饮 有酒便有了话头 众人不再拘谨 纷纷纯向下人和扶苏 询问赛外的情况 比备骑兵居多 来去如风 若非今次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怕是十万瑞士过去 也只能胜之 不能灭之 而今匈奴 越之东湖等大族虽灭 但赛外广袤 仍有不少漏网之余 诸位公子 风国赛外 可要多多操练士族 至时尽情清剿 否则落个周幽王 那般结局 便不美了 啊 瞎想 这方面我们也不懂 您的风国也在赛外 能否帮我们操练士族 您能打得赛外一族灭种 如果有您相助 那我们风国当可保 无忧义 非是不愿邦 实在是推恩 分封之策 对风国有诸多限制 风国君主 互相串联乃是大计 啊 这 诶 朱公子的眼神瞬间暗淡 他们说不得哪天 便要被风去赛外 一个人孤苦无疑地待在外底 没有能人相助 没有亲人可用 还得时刻注意外族的动向 防止他们入侵 便是方才还绝甜美的果音 此时也只剩苦涩 瞎人看气氛烘托到位 便顺道开口 不过此事也并非没有办法 点赞了 宝子们 我不能帮你们操练士族 但当我的风国强盛 诸位公子的封地 却有人来闹事实 你们可上奏朝廷 借我的兵平乱 还是瞎相聪明 秦相之财冠绝古今 风国必然强盛 哎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臣不向诸位公子 有陛下诏服 前去风国就分时 必然有大量财货赏赐 便是什么也不做 也能把风国建立起来 臣 穷啊 酒宴到了此时 下人终于暴露目的 朱公子闻贤因之雅逸 加之酒精上头 立即到 区区财货何足倒栽 无等捐助瞎相一些 便有了 那 住多少 昨日 掌公子已住成十万钱财货 这这这 有没有搞错 我只想着两百钱足矣 结果大哥上来就十万 一下子把价格打上去了 这要的实在是太多了吧 公子家也没余粮啊 这是拿我当娃样子啊 今天就不应该馋嘴来这一趟 回去以后弟弟妹妹们 还不知道如何看我 就在诸位公子灭如之际 并无利害关系的 华阳公主却开口了 圆曼尚有些积蓄 大抵也有十万钱左右 虾相若不嫌弃便拿去建国 虾相风国强大了 将来也好庇护圆曼的兄弟们 加之 虾相与圆曼有恩 如今虾相有凡 圆曼若不住 岂非忘恩管恩也 虾相何时与大姐有恩 我怎么不知 什么情况 从没听说过虾相跟公主有交集啊 而且这位公主讲话时候还脸红的不行 明显是对虾相有意思啊 我知道你们可还记得当年李信老将军的法楚之败 啊对 是了 当年父皇率兵法楚时被前后夹击 欲命王俭为大将军 但王俭害怕功高震主 引来父皇猜忌 落得与白起一般下场 故而再三推辞 父皇为了安抚他 便要将最受宠的长姐嫁给那糟老头子 幸亏当时 瞎相在前线力挽法楚败局 才让父皇放下心来 让本来王俭应该率领的六十万秦军 变成十万秦军前去持援 与虾相一正一副互为鸡脚 长姐也不用下架了 对的 我今日能潇洒自由 坐在这里快活饮宴 全拜虾相之功 原事我多心了 还好他只是感恩虾相 嘿呀 那我也助虾相五万钱财或建国 日后父皇若为我择序 还望虾相多多斡旋 莫使我驾与茂蝶或浪荡之辈 公主婚嫁之士 全凭陛下决断 仅是臣能智慧 满朝公卿 父皇最爱虾相 旁人不能智慧五等婚嫁 虾相却是能当 然也 虾相若能美言几句 五等便可嫁个好君子 最好能嫁个虾相这般的君子 兮兮 公主们叽叽喳喳 一言为一语好不热闹 虾人也不多说 直接大手一挥 让鱼姬取来笔墨草纸 记录朱公主之捐助数目 朱公主无厉害关系 却慷慨解囊 臣感佩不已 今日接济在侧上 便算作入骨 届时何夕商路打通 沿途建立了城镇 已接到地皮底环 朱公主 日后朱公主也算有一个 源源不断的进向 好呀好呀 谢谢虾相 捐助就算入骨 还能得虾相庇护 这也太好了 我也要加入 虾相 高院捐助二十万钱财货 助您建设封国 我捐三十万财货 助虾相建设封国 我捐十五万财货 助虾相建设封国 朱公子随之纷纷开口 少则一二十万 多则三四十万 虾人一一记下 最后看向最小的胡亥 赵公子 你是赵高也助成 十五万钱财货呢 啊 多少 我算是明白 来之前赵高师傅 为啥蜘蛛在握 一副早看透瞎人的模样了 亏得我以前还崇拜的不行 原来是师傅 也是打肿脸充胖子 早就被撬走了 十五万钱财货 能看不透吗 可是兄长们都捐了 我也不能自甘落后 就这样吧 哥哥们都太小气 我 胡亥 五十万 这模样 托油 我 秦始皇 大钱 的气概 只不过一个是要钱 一个是往外送钱 送钱送的如此霸气 也是少有了 天啊 我真是捡来的吗 弟弟们平时从不险山露水 没想到私下都比我富有 父皇背着我 给了他们多少钱财啊 一场宴会结束 瞎人得到了不少财货 诸位公子公主也觉得自己捡到了便宜 高高兴兴地回了宫 三天后 嬴政班下赵令 一口气分封了十位公子到塞外 不日便前往封地 许快不许慢 明面上他为国师不讲父子情面 但私下里还是不舍的 悄悄将分封塞外的朱公子叫到面前 莫怪为父无情 大秦历代先王 底力打拼 将这基业交予镇守 朕断然不敢为私情而怠慢国事 塞外苦寒 为父会从内互拨出些财货 给你们建设封地之用 去吧 父皇 那个敢问父皇一语拨出多少财货 让朱棣建设封地 呃 刮耸 真是一群讨债鬼 塞外有墓居无定所 你们建一座小城 作为执政中枢即可 给你们几十万千财货 加上你们自己的积蓄 足以 可是父皇 我们的积蓄前些日都捐助给瞎像了 您再多给一些吧 呃 捐助给谁了 儿臣们的积蓄都捐助给瞎像建设 河西封国了 啊 天啊 我还想着空手套白狼呢 现在倒好 全让这群挂儿子给搅黄了 还不如朝廷设立郡县 直接开发河西呢 最起码耗费什么的 都是国库出钱 而如今套来套去 反倒变成了 从我的内库出钱 不出还不行 不能真让这群挂儿子 去塞外喝起北风啊 唉 你们总共给他捐助了多少 二十几位兄弟 只兄长扶苏结居 捐助的最少 约十万钱财货 愚者 少则十万以上财货 多则五十万财货 另外还有十余位姊妹们 少则两三万财货 多则十万财货 什么 你姊妹们 他们也捐助了 对 其实认真说起来 也不算是捐助 而是入股 瞎像承诺 在河西商路开通 沿途建设城镇 便以货占地皮 抵还我们捐助的财货 纯货 推恩令之下 河西之地早晚 都是咱大秦国里的肉 他拿来给你们做人情 当然不心疼 便是河西商路开通 最值钱的 也不是货占地皮 而是那一只只商队 带去的关税 他这是拿咱家的钱 去开发河西之地 自己作收关税之力呀 朱公子此时也意识到 自己坑爹了 一个个恨不得 把头埋进地里 公子高试着便捷了 可是瞎想善于治军 届时河西风国的兵瓦 必然是塞外强军 而臣们的封地 不免多要依仗他 哎 也是 财货再好 也没小命安全重要 只是历代先王积攒的内裤 就这么 让你们一群败家子败完了呀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 我数到三 赶紧从我面前消失 一 二 一群败家子 跑得还挺快 嬴政嘴里骂着败家子 可是等公子们陆续前往封地时 他还是给每人拨出了上百万的财火 吃穿用具装了一车又一车 更是摘选了大秦最优秀善政的官吏 最英勇善战的将士跟着 虽然很舍不得这片故土 但是留在这里就只能做一个处处受职的公子 想要全力就必须登上父皇那个位置 活得很压抑 可出去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封国 无人管束 天高热鸟飞 海阔平逾越 还是很爽的 也不知我何时才能就番 真羡慕兄长们啊 公子如此说 可是厌弃陛下呼 陛下此刻说不得正夺在宫里偷偷感怀母泪呢 若是知道儿子里还有成天想着离开他 去赛外就番者 怕不是要气炸了 尤其你还是最得宠爱的那个 我 我 我错了 师父你别说了 那个 许久未去瞎像府上了 我想念他那里的奶茶和凤爪了 我去找他玩耍了 拜拜 无害不等他在说话就直接溜了 赵高无奈 只得转身回去向嬴政负命 然而他没想到刚回去就听见一个惊天大消息 真欲罢免瞎人又丞相之位 太子以为如何 无罪而罢免 怕是 嗯 父皇说什么 您要罢免瞎像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 父皇 瞎像无罪无过 怎可贸然罢免 嗯 等等 父皇莫不是要将瞎像血藏 将来留给儿臣任用 嗯 你个瓜子 判得我死是不是 没有没有 父皇 儿臣错了 儿臣就是太震惊了 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哼 朕罢免他是有别的用意 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是是是 陛下 嗯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胡亥呢 其他公子公主呢 都结伴去瞎像处玩耍了 嘿 他们刚被瞎人掏空了 怎还自己去送上门挨仔 扶苏 随朕去看看 诺 两人来到虾仁住处时 诸位公子公主正在院里帮虾仁挖土豆 一个个毫无形象 活像你猴子 而虾仁和鱼姬则是在一旁驱使一马一牛拉着更离 将已收获的土地翻新 堂堂大秦宰相 不去上朝也就罢了 在家也不处理政务 只是躲清闲般 摆弄一点菜田 爱卿真是好雅兴啊 陛下 太子殿下 你们来了 数位远迎 鱼姬去将奶茶端上来两份 是 真是美味啊 爱卿这个朝廷重臣 生活过的神仙一般 悠然自得 而朕这皇帝 却每日不得闲 批阅如山竹简 朕好不羡慕啊 嬴政名利案里的暗示着虾仁的这番做派 说好听点是雅兴 难听点便是玩乎国事 虾仁自是能理解的 玩耳孝道 陛下可看出 我这牛马有何不同 那一牛一马身上皆带着烙印 乃是此番争讨赛外的缴获 爱卿是要表公吗 也是 也不是 陛下可知 赛外之牛马 与赛内有何不同 赛外之牛马 多用于食肉乘骑 赛内之牛马 多用于耕地拉车 咦 他说到这里 似乎若有所误 突然便停下话头 惊奇地打量这一牛一马 牛马等大型牲畜 都是经过训养 才能乘骑或耕地拉车 但是两者并不相通 用于骑乘的马匹 突然用之拉车 少不得暴躁拉进沟里 反之拉车马用于骑乘 也少不得暴躁 把骑士甩下去 至于牛就更不用提了 若不从小训养 根本不可能听话 而此番塞外缴获的 这些猎马和草原牛 到咱们手里 不过失于天 竟能如此听话 爱卿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全赖赐物之功 牛马上了这铁环 虽仍是暴躁 可牵扯之下 却不得不俯手 嬴政仔细看了看 牛马鼻尖的铁环 学下人的样子扯了扯 牛马便吃痛 然后随之俯手 爱卿果然奇思也 有此川环之法 那数十万缴获牛马 便不再是做其肉食 而是耕地矗力 日后塞外诸封国之牛马 也可为大秦充实 源源不断的耕地矗力 前手农户有福以 我大秦国力又提升了一节 哈哈 父皇 我记得前日主掌 马正的太仆上的奏章里 有说到 他打算将那数十万牛马 发卖到民间 变现成财获充实国库的 好像还真是 你速去将此法告知太仆 莫让他手快 如今正值农忙 那些牛马装上此环后 便可让农户耕中省力 去开肯更多良田 是 哎呀 朕却是错怪爱卿了 愧煞眼 陛下不怪臣 怠惰变好 不会 不会 不知爱卿的和系之国 可着手建设了 招募的官吏已然派过去 但臣还需向陛下借些别的 你前两日刚从我儿女们手里 得到一笔剧才 现在又敲竹杠敲到我头上来了 不可能 爱卿啊 朕之公子将将就翻 朕之内裤已然被他们掏空了 也穷啊 陛下 臣就指世界 爱卿 朕近日真结局 口口声声喊着爱卿 到了洞真格的时候 却抠门至此 你那历代 先王积攒的内裤 莫说是资助十个儿子就翻 便是同时资助 三十多个子女 就翻也是九牛一毛 况且我说的世界 有戒便有还 至于这般必如蛇仙啊 爱真的会消失的事吗 唉 若不然 朕为爱卿做主 将朝中朱青请来 向他们借 晚秋 晚秋见良 朱青要多添几件衣物啊 朝廷的俸禄 还是够你们穿上新衣服的 万不可学瞎像磕戴自身 尤其李廷尉 似乎气色不佳 当多食肉补身 有老太子的关怀 我不是不想吃好的 我是真的穷啊 之前被迫捐赠巨额财货 若非在外围观的长子接济 我是真的要接不开锅了 太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们不敢多添衣物 不就是怕被瞎想惦记 又让我们捐财货吗 向诸位同了解 日后也无不可 但眼下之势 却是非陛下帮忙不能为 呃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爱卿不妨言之 朕能帮便帮 陈玉修建一条直道 自观中直达关西边菜 如此当可利于商骨往来 商路必然迅速繁盛 但这般漫长的直道 陈实在没有人手去修建 唯有借用奴隶苦一方可 这 朕恐不能助清 那些异族奴隶属于国家资产 而非皇家资产 若用他们修建直道 修成之后的得力最大者 乃是清的和系之国 满朝公卿恐怕不会答应 此等损功肥丝之事 陛下想不想让内裤多些镜像 哦 此话怎讲 陛下春秋鼎盛 灵寝修建也不急于一时 可将数万灵寝苦意 发去修直道 不出两三年直道修成 便可作收过路税 可关中直关西的道路四通八达 商旅逐利 断然不肯只为走一条直道 而浪费钱财 这国路税该如何收取 若强行征收 税才接近了镇之内裤 于国朝无力 怕是有大臣要死见了 那若是直道修成 外面的这般模样 张旅愿不愿走 瞎人指向院外的街道 此地毗邻秦王宫 街道皆已轻视扑旧 宁正看着这条路 陷入了沉思 普通土路坑挖不平 遇上雨季更是泥泞不堪 张旅车辆在上面行走 就是蜗牛般的速度 而若是直道修成这般模样 那不仅节省数倍时间 路途上减少的消耗 更是数倍 想必商旅自是愿走的 便是偷偷的 也要走上一段 减少成本消耗 可是这般直道 恐怕非数十年之功 不能修成了 陈有秘法 三年之内必然修成 这一点陛下大可放心 待修好之日 便可于长城设置关卡 不论出赛还是入赛的商旅 皆收取一份过路税 由此直道可走 想必也没有商骨 会觉得吃亏 嗯 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但三年修成一条漫长实路 还不能太窄 着实有些天方夜谭了 朕实在好奇 到底是何秘法 秘法便在旁边的大秦血管中 陛下可愿前去一关 去 立刻去 地厅下人和嬴政要去血管 看星期物时 边上的公子公主立刻来了兴致 做了半天免费劳力 他们早已过了新鲜劲 只剩累了 很想离开这里 可眼看君臣自顾自的往外走 没有叫上他们的意思 立马开始想办法吸引他们的注意 怎么不当心一些 摔着没有 是大姐他 好 大姐拉你 圆满不等胡亥说完便伸手将他扶起来 胡亥感受着手上传来的抓捏力道 那股来自血脉的压制顿时让他神情一速 乖巧无比 父皇 儿臣无恙呢 哦 原来是这样吸引朕的注意啊 看你们这一个个期盼的眼神 也是想正带着你们对吧 也好 既然你们有相学之心 那便一起去看看吧 夏青为我大秦创建的血管 确实与众不同 好 父皇 你们这是准备去哪 去大秦血管 既然你回来了 那便一起吧 好嘞 演赞了 宝子们 看过血管里的这些学子 在看镇这些长于深宫富人之手的子女 感觉虽有名师博士教导他们 也终究不是甚好事 便如他这般 却是过于正直了 啊 明明是第一次被父皇夸正直 为什么我却感觉这么别扭呢 陛下 正直难道不是美德吗 与百姓与官吏而言 正直确实是美德 但于君王而言 正直不懂变通 便是罪过 害己害人 朕最宠爱的胡亥 便是因得懂得机敏变通 将来他去塞外就藩 定然也能治理好风果 夏人差点没直接翻白眼 但教育公子之事 他也不好智慧 便道 或许如此吧 哦 爱卿似乎不以为然 有话但讲无妨 那臣便斗胆一言 乱世之君与治世之君 打天下与治天下 两者天差地别 乱世之君自是要机敏变通 但如今大秦已定 需要的是安稳 与民修养生息 正直之君正可查奸除弊 最大限度安定民心 若是机敏变通 一臣看便好不见得 变得沉迷安稳享乐 倒是很有可能 明镇看了一眼神情跳脱的胡亥 又看了看眼神沉迷的扶苏 夏人所言确实是他内心想法 否则他不会加封扶苏为太子 但他又有点无奈 这个话题不知该如何谈论下去 便转移话题道 爱卿 可否让镇之公子来此救学 此地毗邻恭敬 倒也身为方便 这血管本就是以陛下名义开设 自然一切皆由陛下做主 不过若让公子们来此救学 臣还需整顿一番 以免出现差池 嗯 爱情私利周全 真是放心的 就让他们三日后来救学吧 呃 拜谢父皇慈爱之心 出来玩一趟 就能直接获得天天出宫的机会 真是意外收获呀 这也太好了吧 我也想出宫就学 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去跟父皇说说 莫说你了 我也想天天出宫玩 可是父皇平日对我们管教严格 我也不敢开口啊 还是让我去试试吧 圆满悄悄来到夏人身后 但不等他有所动作 夏人便回头看他 眼神中满是戒备 仿佛在说 你刚才踹狐骇我可看见了 圆满尴尬 只得送上楚楚可怜的哀求目光 其他公主见状也赶紧目录哀求 则 他们这是想让我求情啊 但我不可能开这个口 嬴政早年经过他母亲与落矮仪式后 罪是反感女子不安稳 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一把 啊 呀 我把他们给忘了 这安排确实厚此波比了 爱卿啊 这如何是好 学管设有医学院 旗下分设妇幼专科 学子皆为女流 爷夫以教授法理数算 全凭陛下一言而举 身为大秦的公主 将来注定要牺牲个人 去成全家国大义 无论怨或不怨 如此便让你们过个快活的前半生吧 夏卿 朕知子女皆来此进学 诺 拜谢父皇子爱之心 嗯 你们记住 来了学管后 不可仗着身份添断 否则惹来夫子责法 我断然不会干涉庇护 是 爱卿 咱们赶紧去你的秘宝所在之处吧 好的陛下 您随我来 夏人带着众人来到百宫院 找到一群正在铲杀和泥的学子 嬴政看到旁边正在上课的 满身泥浆的白发老夫子 却是快步上前 原来是老少府 许久未建议 见过陛下 这位老少府名叫乡里面 是墨家向李氏之墨的巨子 大秦能评念六国 向李氏之墨鞠躬之位 老少府不必多礼 您怎不在家中 安侠儿孙绕席之乐 却在此行苦役之事 苦役 陛下误会了 老臣在此是奉行墨家之礼 钻研百宫之庙 顺便也为陛下培养一些 善于百宫的学子 将来也好充实少府 原来如此 老少府有心了 不过这泥沙中有身百宫之庙 这个嘛 陛下您仔细瞧瞧 这些石墨与别处的石墨 有何不同 宁正好奇地打仰着 不同寻常的石墨 吴亥也跟着从石墨旁 捡起一块半干的凝结泥沙 捏在手里琢磨片刻 又伸手摸了摸那石墨 玄机惊讶道 父皇 我知道了 这石墨不是用巨石凿刻成 而是 而是用泥沙胶筑而成 还真是 老少府这研究的是 神仙术 竟能巨沙成石 嘿嘿 倒也不是仙术 而是瞎向近日 钻研的秘法 交由百宫院士制 为之曰 混凝土 正是以此土胶筑路面 一体成形平滑如镜 且此土凝固后 拥有岩石所不具备的韧性 不易碎裂 可沿用数十年而不坏 怎么听上去有点玄乎呢 可有大铁锤 取来一饼 此处便有 银正连砸树锤 直到石墨砸裂一块才停下来 我虽勤于证悟 但每日也稀物强身 力气很大的 普通石墨随便一锤就能破支 毕竟石料尖脆 最怕杂机 可眼前用混凝土胶筑的石墨 确实如虾青所言 具备岩石所不有的韧性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 才杂裂一块 此土大有可为呀 何止是大有可为 此土用于筑城 则坚不可摧 用于兴修水利 则无溃堤之化 于国朝于百姓 皆有大利 嗯 不知此土造价几何 不值一钱 但需大量人力 孤儿臣才向陛下借用奴隶苦役 行 爱卿要借用的奴隶苦役 朕烧后便掉牌 现在 朕饿了 要吃饭 诺 众人又回到了虾仁的小院 虾仁先做了一锅炸薯条 给猪人当领嘴 外皮酥软内里软糯的炸薯条 便是香黎免也能吃得动 虾象有心了 往日去血管路上 经过虾象这小院 时常能闻见美食香味 馋得老夫口水直流啊 今日 沾了陛下的恩德 总算是得偿所愿了 晚辈未避嫌 才不与朝臣结交 而老少府已非再朝之臣 大可常来 美食美酒管饱 宁正在旁边听到虾仁这番话 突然感到惭愧 爱卿向来洒脱自益 为国事却是牺牲了本性 此前六国注定 爱卿不欲为朝官 只愿坐以闲散撤侯 是朕再三以国事相托 清财入朝为相 如今诸般国事已顺 也该给爱卿一个交代了 哦 陛下自言当真 嗯 待找个恰当时机 爱卿可卸下相印 挂个博士之职 那就提前借过陛下了 扶苏看了看虾仁 又看了看嬴政 很是无语 先前父皇说 要罢免虾仁的宰相之职 我还以为父皇要把虾仁血藏 将来留给我任用 为此还挨了一顿打 现在看来 果然是我想多了 三日后 离山皇陵宫地的所有人 都被调去修建关系之道 满朝公卿很是莫名其妙 但那些人本就是专职服务于嬴政的 他们没法询问嬴政原因 直到李斯问了老十人扶苏 才知嬴政是在虾仁的鼓洞下修路 坐收商驴过路税 满朝公卿立马原地爆炸 商驴走个路都要收税 陛下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我必须去找陛下辩一辩道理 哎 逢宫莫及 要见也得先问明情有啊 陛下欲收过路税 乃太子殿下亲口说的 能有假不成 是不假 但陛下修建之道 乃家相怂恿 要见也该去找家相 而非陛下 有道理 那便去找家相问问 为何怂恿陛下行不义之事 出宫可有一起的 同去 群臣乌泱泱地奔着瞎人的小月儿去 但当他们路过侯府血管门口时 却看到了兴起一幕 华阳公主 你们为何突然背着书包来此血管了 傅皇恩准乌等兄弟姊妹来这血管进学 啊 李斯愣了愣 思索片刻 然后转头便走 哎 李廷为何去 去求陛下给个恩典 让乌内全子也来此进学 哦 还是李廷未聪明啊 若能让家中子侄女与朱公子公主一道进学 好处不敢想啊 我也得赶紧回去 群臣反应过来后都赶忙回去 全然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 冯杰见此气的跳脚 而等成君王恩泽 十万名供奉 城上启下为君王牧民 国氏与私利孰亲孰众 岂可为一己之私利而罔顾国是乎 呀 冯大副说的对 无等险些忘了正事 对对对 先找瞎相问问 他应和怂恿陛下 去行不义科政 则 瞎相有难以 胡汉 你速速回宫将此监事告知父皇 好 瞎相真是好雅兴啊 哼 点赞了 宝子们 嘿嘿嘿嘿嘿嘿 怎么了 踹我们干啥 我没见你们钱财吧 无等劳心正物 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 勤勤恳恳宛如老黄牛 每日不得清闲 可瞎相身为百官之首 本应是最繁忙的一个 现在却躲在家里清闲 与美机为乐 让人如何看待 哦 这就是你们不顾礼仪强闯 摆着死人脸 给我看的理由 我的本职工作内容 早已做完 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 陛下都管不到 我这么宽 还轮得着你们 来说到了 群臣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齐刷刷缩脖子 他们本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指责一番瞎人 让他愧疚 再拿出他怂恿陛下 羞禄收税的施压制他 结果瞎人不按套路出牌 硬生生让他们 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 是下官失礼 望家向无外 真是不知所谓 好好说话 何至于此 说吧 你们此行 来有什么事 下官听闻 瞎相前些日 怂恿陛下 发誓万苦一乔将 欲修建一条 关中置关系的直道 做收伤旅过路税 入内裤 然否 哦 冯大夫听谁说的 太子殿下 可是太子殿下 亲口对你言说 非也 乃是太子殿下先于礼 群臣后面突然响起 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冯杰顿时反应怪 差点被虾仁带跑偏了 卖了太子也就算了 虾仁与太子有袍责之情 不会去怪罪太子 可如果把李斯卖出来 那可就太生草了 还望虾相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陛下修建直道 御收商旅过路税用于充实内裤 是否为虾相怂恿 正是 虾相荒谬啊 虾相手下也有瓷器 炒茶产业 应是理解商骨之艰辛 商骨纵然低买高卖不适生产 违背我大秦更战为本之国策 但说到底 他们也是我大秦子民 又怎能压榨至此 对啊 太荒谬了 若无商骨互通有无 百姓耕种所得的多余粮食 生产所得的多余麻布 又该如何处置 便要烂在家里吗 虾相出征塞外之前 不还曾建言陛下放开百姓限制 鼓励伤势吗 如今怎又变了 对啊 虾相 你变了 嘿 一群不敢说话的不义之徒 搁这当副毒鸡呢 不敢说话就闭嘴啊 光重复我的话干什么 不想冯大夫也对商事 有如此见解 真知己也 冯杰这一番质问有理有据 更是拿出 下人曾经的言论来质问他 让人变无可辩 下人诧异地打量着他 他却是不以为然 指着下人身后的圈椅和身旁的鱼姬 再次同心击手道 而今六国出定 百废待兴 瞎相怎可懈怠之死 您曾经的战功 您曾经的政绩 我们是多么敬仰啊 可现在 您却是亲手将这敬仰推翻了 我以往很勤奋吗 我以前处理政务 也就是出个纲领 余下交与群臣去完善落实 一来我到底不是土著 不了解实际情况 政令必须因地制宜 做些改变 所以让嬴政和朝中群臣 时宜补缺 最是恰当不过 二来我确实在偷懒啊 包括朝会 也是时去时不去 最多没当着他们的面 偷懒而已 瞎相是自满于现状吗 是想学王俭王奔两位老将军 躺在功劳埔上混吃等死吗 瞎相 你确实怠惰了 若是继续混吃等死下去 那就得不配位了啦 是啊瞎相 你本不该如此的 群臣再次复合冯杰 但不再是复毒机 颇有埋怨失望之意 瞎人将他们的神色尽收眼底 然后突然撇到 冤外来了一个熟悉的人 立马叹息道 诶 诸君训斥的有礼 溃杀我也 臣 瞎人 请辞右丞相之旨 请陛下收回金印 参见陛下 我前日才说要给瞎人自由 居然今天就要兑现了 真快呀 爱情当真欲词相畏 臣生性懒散 实在不配丞相之旨 望陛下安准 嬴政沉默了 一双狭长锐利的单凤眼 看向群臣 似有力气 群臣见他如此模样 不由暗暗打汗 陛下对瞎人的信众 群臣皆知 也甚是艳羡 如今瞎人被我们逼得慈相 陛下心中已然不悦 真是要帮瞎人出气啊 诸臣贤明 陛下切莫则怪 请陛下收回丞相之宝 待多归待多 瞎相这人到底是能处的 有事真敢出头帮忙 由他当宰相 至少朝堂能一团和气 既如此 爱卿暂且歇息些时日 朕另有任用 说吧嬴政便当着众人的面接过精英 这回群臣彻底傻眼了 一个个嘴巴张得宛如河马 什么情况 就真让辞了 陛下不可啊 对 陛下不可把瞎相之位啊 人是你们逼的 现在又来求情 撞什么猫哭耗子 真意一决 你们好自为之 我们不过就是想问点事情 怎么就突然变成 陛下相词官了 事情为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群臣呆之半晌 最后皆是羞愧地看向瞎人 瞎相 无等这边去劝阻陛下 罢了 本侯确实是得不配位 诸位请回吧 瞎相 瞎相 诸君 请离开吧 群臣无可奈何 只得离开小院 于今目送他们走远后 笑嘻嘻回了屋内 君子 他们都走了 很羞愧呢 您跟陛下配合这一出 似乎真吓到他们了 吓到他们 呵呵 等他们回过神 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恐怕都要去征一征那个位置 不管他们 你先去血管 请向黎免老少府 然后再去叫王俭王奔两位老将军 还有那些军中 袍则都叫来 今天我要好好喝一顿 呀光顾着看热闹了 吴等把收过路税的正式给忘了 哎 陛下此刻定然为瞎人词相的事生气呢 再提修路的事情已然不妥 不如先让陛下把指导修好 吴等再行谏言 见识让陛下放弃收取过路税 那指导便是立国立民 或 姜还是老的辣 这如一算盘打得相当响 群臣回到皇宫后 突然面色一变 如瞎人猜测的一般 从对他的愧疚变成了兴奋 现在又丞相之位空玄 就看谁能入得了陛下法眼 然后成为那人人艳羡的百官之首了 我自问是有才能的 只是依王处处被瞎人遮盖光芒 现在一展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陛下传令 宣阻丞相王婉问对 传来了 又丞相之位空缺 王婉这若是表现好了 恐怕便要多年媳妇熬成婆了 是啊 怎么能是他啊 按顺序也得是我先啊 王婉在王宫里夜未出 群臣皆以为他要转正了 李斯吉的不行 但到第二天傍晚 嬴政却又召了太尉逢去急去问对 而且又是一夜 如此一连数日 三公九卿都轮了一遍 在这期间 瞎人词相之事也在百姓中传开 听说了吗 原来的瞎相 是因为误透了那句范里名言 秒禁攻藏 兔死狗篷 故而也如范里 一般早早隐归呢 对对对 我还听说那位瞎相辞官时候 是被大臣们逼迫才就犯的 连陛下都拦不住他要辞官的决定 如此看来 那就是群臣极贤度囊啊 朝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黑暗了 哼 我倒要看看最后 是谁当了右宰相 谁最善赌他人 对 到时候我们就一起谴责他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如此卑劣品行 怎么能做得了百官之手 怎么能治得了大秦帝国 百姓的议论之声 很快传到了大臣们的耳朵里 宰相之位瞬间成了烫手山芋 原本热切的群臣都冷淡处置 竟接一副得知我性失之我命的姿态 毕竟接了这位置就要受千夫所指 生育扫地为人不耻 何苦来宰呢 可这中间依旧不缺乏头体的人士 李斯便是其中一位 我为这天准备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因为一点流言蜚语就放弃 我会用我的才能向天下人证明 我李斯当得起右宰相 点赞了 宝子们 欲使六国之名归心 则必先统一文字 去其糟粕 去其精华 在收六国之史集 废除乱人心智之学说 禁至百姓以古非经 以思学诽谤朝政 如此不出数年 则天下安文 接收秦字 接服秦智 统一文字可行 但收史集 废学说 禁言正 却是大可不必 依真看 堵不如书 朝廷召集天下博士 修订六国典籍百家学说 或批判或指摘或赞颂 再由此隐身秦智 如此 当可确立秦智之正统 使万民贵心 陛下眼界之高远 思索不能及已 臣献仇已 卿不必如此自贬 若还有智过良策 且是言之 朕恭听 那臣就见仇了 君臣二人谈了一夜 谈完民事谈军事 谈完军事谈编事 直至天亮 嬴政才礼贤下事 亲自将李寺送出内殿 然后一个人叹息 哎 货比货该扔 人比人该死 我放瞎人自由 未尝没有别样的心思在里面 可如今 我在这么多人中间选来选去 发现这宰相之位 还是要瞎人担任才行 这也太尴尬了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城外修了一条路 那路以泥沙交灌 干劫之后却监狱铁石 轮大锤也砸不破路面 城中浪荡子有不信邪的 城群结队拿了铁锤去砸 管理关中的内史腾得之后大怒 尽数将之机拿 发去做了数日苦意修路 但那些浪荡子回来后 竟又跟人吹嘘那路 是何等的坚硬 惹得更多人去世 把内史腾也折腾没辙了 可拉倒吧 以泥沙交灌的道路 又非大石夫就 怎会坚实如斯 多半是浪荡子吹嘘妄言而已 那可不是吹嘘妄言 浇筑道路的泥沙并非普通泥沙 我亲自去看过 是瞎象 把布 瞎猴钻研的密法所致 魏之曰 混凝土 混凝土不但能浇筑道路 使之坚硬平滑 便于行走 更能修建水利滴坝 使之固若金汤 我夫当年若有此土 巴蜀水利定然修得更加牢固 说话之人名叫李二郎 是那位修建都江燕 让水患平发的巴蜀之地 一月成为天府之国的礼宾的儿子 也是那位后世称为 灌江口二郎显身真君的二郎神本人 如此说来 那条路便是瞎猴怂恿陛下修建的 关西之道 我去看路史 瞎猴也在 很是上心那条路 理应 是吧 以瞎猴凡是交于 下属落实的习性 却也如此上心那条路 肯定就是关西之道没跑了 其实我觉得 有那般一条 坚实平滑的直道 商旅出赛入赛便捷百倍 收些过路税也无不妥 商旅恐怕不会反对 群臣面面相许 当初他们极力反对下人修路 可现在却发现 他干的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一时不知该如何说了 最后还是冯杰说道 那瞎猴的混凝土秘方 你可讨来了 嗯 瞎猴没有将秘方上报朝廷请功吗 得 他是堂堂大秦澈猴 站在二十等角的最高点 已然是封无可封了 他把秘方上报朝廷 能请个什么功啊 那混凝土乃是造福万民之物 瞎猴怎能藏私 还指望用混凝土重修一次都江燕和郑国渠 来个一劳永逸呢 不行 我得去找虾猴请教秘法 李二郎直肠子发作 转身便往外走 众臣没人阻拦 反而是满脸鼓励 依赴李坚诚果然是为国为民的敬佩模样 但 李二郎走出没两步便又停下 面色尴尬的回来了 你怎么又不去了 前些日大家去找虾人问罪 我也是其中一员呢 纵然脸皮在后 如今又怎能张得开嘴 空口白牙去讨要混凝土秘方呢 这 好像也对 或许 应该去找陛下 让陛下向家侯讨要秘方 众人沉默良久 还是李四说了个主意 但李二郎这回是选择性耳聋吗 能坐在这只房里的人 没谁是真的傻 他已然看出诸位同僚是想让他当出头鸟了 他才不接话 又是一阵沉默后 李四无可奈何 只得换个方法 若不然 吴等同去向陛下进言 上 这些人想的是真美啊 推我出头 让我去找虾人讨要秘法 不可能 我现在已经后悔让虾人辞相了 郑愁怎么让你们主动去找虾人副相呢 这就送上门了 朱卿所言朕已明了 郑国侯所致混凝土 却是立国立民无矣 但郑国侯如今辞相浮衔 若以家国大义 逼迫他献出秘方 恐有落井下石之弦啊 朕断不能违也 嬴政摇头拒绝群臣提议 朕无恙 知道的他是那个奉行法家的冷酷使皇帝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仁后君子 群臣父匪 却又无言以对 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们也不敢再怂恿陛下去行不义之事啊 不过 若郑国侯复归相位 那混凝土秘方便不须而等讨要 他自己也会拿出来造福百姓 嗯 嗯 什么情况 陛下想让虾侯复归相位吗 他可是刚离开 那个位子啊 屁股还没凉快会呢 这就让他又坐回去 这般看朕作甚 当日可是尔等逼迫镇国侯慈相的吧 哟 虽然陛下说的是事实 但他把锅全甩到我们头上 属实有点不当人君了啊 有本事你当时别收回相应啊 真以为这满朝公卿 都是不明君王心术的愚夫愚妇吗 朕已听闻 近日咸阳城中 百姓对儿等那日之行径 可是颇有微词呢 尔等若有心 便去玄门镇国侯 将这相应交还 嬴政说完便让赵高将暗头的精英交于王婉 然后便让众人出去了 王婉捧着精英 与群臣相识 苦笑不已 陛下也真实 没办法 五等为人臣者 便是如此 朱君走吧 去找虾侯 啊不 找虾相交还相应 朱未来得不巧 虾侯近日都在城外修路的工地上 并不在家 好的 叨扰姑娘了 五等这就去 则 先前听二郎说的邪护 如今刚好在去找虾人的路上 见找这路了 那老夫就先不着急找他了 先试试这路到底如何坚实 说着冯杰便拔出大剑网路牙子上批 朱臣有样学样 也是拔剑劈砍测试 这时代 文臣武将的界限不甚明显 都是上马至军下马慕名的狠角色 看热闹的百姓见他们各个高官搏代 也不敢上前劝阻 众人正坎得起劲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吆喝 嘿呀 哪来的一群刮耸 竟敢批回本猴子路 怎么又是你们 前些日子本狗子出去有事没看住 回来就让你们偷了家 把我主人的官位给卸了 今天居然还敢来破坏我主人修子路 本狗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啊 去去去 拿着你们的剑赶紧走 行了小灰 回来吧 朱军又来找什么茶了 那个 无等只是一时新奇 孤而是之 并没有存心之意 且这路也没损毁 只是砍碎些粉尘而已 还妄想向莫怪 狡辩 拿了他们 押去修路 啊 而狄哥 咱要不要这么勇 他们可是王侯公卿 不是平民百姓 你莫不是喝大了 酒浸上头了 怎还不动 尔等剑贼不勤 可是等着连坐 百姓们顿时一拥而上 将傻眼的群臣脚械击拿 顺着道路押往施工处 腾弓 这合适吗 虽说秦法行家王侯公卿 但那些大臣们 年岁最小的都四五十了 属于寿性级别 可不是年轻力壮的浪荡子 他们纵然有罪 也该自职替罚啊 这般押去修路 累坏几个咋办 近日那些毁坏道路的浪荡子 实在是抓之不绝 唯有用朱军杀鸡警侯 方可震慑 回头无情去赔罪 想必朱军也不会见怪 嘿嘿 行吧 那咱们回去继续饮宴 顺便看看朱军劳作之雄兹 哈哈 好嘞 这内使疼能处 嬴政选这人做内使令 执掌官中民事治安 算是选对人了 嘿嘿 都缠了吧 可惜啊 若非你们自己作孽 把我主人逼得词官回家 现在这美食就能进你们肚子了 哼 拨拨鸡 拨啊拨啊拨拨鸡 一圆一串的 小狗 这边给我来一串 好嘞 李智 你怎在此 父 父亲 点赞了 宝子们 父亲怎来了 现在是为父在问你问题 嗯 那个 我与同伴出城玩耍 只因 只因那个 嗯 就被抓来修路了 别以为说的 含糊不清我就不知道 你定是 与那胡鹏狗有毁路 才被抓来服苦意 刮送受死 李斯随手拿起个工具 追着李智跑 周围看热闹的人 赶紧闪避到一边 顺势暴露出躲在他们身后的 许多衣着滑贵的年轻小子 这下原本还在看热闹的群臣一下子炸锅 这下原本还在看热闹的群臣一下子炸锅 聂畜 父亲饶命 祖父默契 哈哈 哈哈 有美酒相伴 还能看到一出大戏 今是没白来 干了一上午 朱军估计累得够呛了 大将军 要不要让他们休息一下 也行 正好到饭点了 小灰 过来一起送饭 来了 朱军歇一歇 用些饭是吧 多谢军侯赐事 嗯 趁大家吃饭 我宣布个消息 有今天结束苦役者 回城后告诉你们同伴 若想找口饭吃 便来本侯这里做工 每日管饱饭 再给三枚半两钱 军侯所言当真 众浪荡子们听到这话起起一愣 然后满脸惊喜 与其说他们是浪荡子 还不如说是被家里赶出来的饭头 因为他们年岁都不大 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时候 如今那师傅虽抓了他们 仍来服苦役修路 但他们到底与一族奴隶不同 虾仁从未在赤士上磕待过他们 我堂堂撤猴 还会欺骗你等不成 若是不信 你们大可继续毁路 本侯巴不得 多来一些免费苦役 君侯仁义 行了莫要矫情 坚持饱肚子再说 虾象 可否借一步说话 嗯 虾象 王老象不用那么客气 叫我虾猴或虾仁即可 好的虾象 嘿嘿 虾象 你近日潇洒也潇洒够了 该收心了 王后帝国大事 还需你决策啊 王婉说完就掏出那颗金灿灿的象印 往虾仁怀里塞 虾仁仿佛见鬼般赶紧推砍 王老象 莫要玩笑 本侯尚不愿做右象 怎会稀罕你的左象呢 啊 那个 虾象误会了 这并非左象之印 而是右象之印 是虾象前些日交还陛下的那颗 咦呀 那我更不能要了 拿走拿走 哎 虾象万物赌气啊 前些日确实是无等无礼了 还妄下将以国事为重 则真不该来送饭啊 原本想看他们笑话 现在倒好 把自己陷着了 本侯确实怠惰 每日只想偷懒耍华 德行实在不配宰相之位 智者劳心 愚者劳力 瞎向劳心 无等劳力 以往不也甚是何疑吗 可本侯也忙于封国之事呢 陛下借来这十万奴役 只不附带粮草的 如今每日一睁眼一闭眼 便是这十万奴役的吃喝拉撒 只得设法赚钱粮啊 本侯心神俱疲之下 哪里还能决断秦朝大事 陛下您怎来了 是老夫眼花了吗 陛下在哪 我也没看见 诸位 瞎人 好了 我想过瞎人会推辞 但没想到他会真推辞啊 正常不应该是假意推辞 然后欣然接受吗 瞎人怎么每次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那可是五等求之不得的宰相之位啊 这位倒好 活像碧温神 至于吗 瞎 瞎相如此 五等怎向陛下交代啊 依我看 想让瞎相复归相位 只能陛下亲自来了 那便趁着宫门未关 速速回去告知陛下吧 好 走 诸位军长 还不能离开呢 内师府有令 凡蓄意损毁指导者 少也要服五日苦役 什么 五日 半日苦役 已然要了五等老命 若是连续五日苦役 还不活活累死我们啊 内师藤你个杀千刀的 就算要杀鸡害猴 这也太狠了些 次日迎政举行朝会 众臣少了一大半 大殿里空落落的 好不惜黄 而迎政非但不生气 反而很是赞赏内师藤的秉公执法 这个内师藤 果真不负阵望啊 天下平定 功卿勋爵 多有事功而交者 尤其关中老秦人最甚 我不可待功臣 但也绝不会因私费功 故而调来韩人藤出任 关中内师令 事实证明 朕的选臣职能很不错 内师藤一上任 就直接拿三公九卿开刀了 那父皇可要发诏令赦免诸臣吗 昨日儿臣燕颖回来时 诸臣已累得没了半条命 不不不 你们这些公子犯法 尚且要与庶民同罪 朕如何能赦免他们 必备身为公卿 尤其那里斯 身为廷尉 却知法犯法 关中骄纵之风 多半便是他们带起 再说 累一些又何妨 总比戈鼻 剁手要好受些 若非下轻主张 早让廷尉服役法 将死刑之下的肉刑 解改为苦役 此番便有比备受的 这一番话说得扶苏哑口无言 但他到底是人后 转而说道 朱臣年岁多长 当以家中子孙替罚 此也违法 你个逆子 不跟我唱反调会怎样 不为人子 更不累父啊 父皇不要再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哼 去转告朱臣 夏卿何时复归相位 比备便何时结住苦役 诺 夏人昨日抗拒的姿态 很是明显 想让夏人复归相位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陛下自己不肯来 可找我们上啊 哎 没办法了 夏人不复相 我们便要一直服苦役 这怎么能行 朱君 走吧 此番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叫夏人复归相位 莫 群臣凛然 随之将手中跑碗摔碎 下了巨大的决心 扶苏看得无语 周围浪荡子们一时满脸呆滞 这阵时 你们确定是去求虾猴认相 咋看着更像是壮行 要去刺杀小猴啊 确实 若再来一句风潇潇西易水寒 壮世一去西不复还 便是荆轲也多有不如 是哪 夏相请赴相位 还望夏相以国事为重 复归相位 夏人漠然不语 足足沉默好半少 才突然看向群臣身后的 陛下你怎来了 夏相说笑了 这已经是您第二次用这招了 呃 星发 朱君本侯已然说过手下 有十万奴役要供养 实在分身乏术 如今更是有无数 来做工的浪荡子 本侯若复归相位 谁挣钱粮来 供养他们 朱君吗 则 这话说的 好似他家中产业 离了他便不能挣钱似的 群臣心中付费不已 但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反而咬着牙一口同声道 好 我们供养 可别 朱君接身着 破旧官袍 自是怜苦不已 本侯又怎好 要朱君的钱粮呢 我们穿着破旧 躲过你敲竹杠 现在看来 真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不但要送上门矮仔 还落得一顿银鱼 完了 这回在外接济 我的长子 也要跟着我 喝洗北风了 怎么回事 明明是大夏天 我却老觉得身后 刮过阵阵阴风 还是凉嗖嗖的那种 连苦归连苦 只要瞎向复归相位 五等便是不吃不喝 也要把钱粮省出来 然也 五等愿助瞎向建设风国 则 我缺钱粮吗 缺 但也不缺 缺是因为我想开办 更多的血管 不想把有限的财货 全花在建设河西走廊上 不缺则是因为 我产业众多 如果处在负贤状态 或者做个闲职博士 便有精力开发更多产业 更快地把血管开遍大秦 所以群臣想用钱粮 让我复归相位 那完全不可能 而且嬴政若真想让我复相 早该亲自来找货照建 而不是让这些群臣来 还是很有必要 让嬴政绝了心思 省得便便妞妞 也让我不得清闲 朱军之慷慨 我领了 但 点赞了 宝子们 吴等愿助瞎相建设封国 请瞎相复归相位 朱军之慷慨 本猴领了 但 副相之事 休要再提 我一遇前往 何夕就翻 直到修除关中之日 便启成 届时 我将封国知事理顺 陛下若仍有 任用为相之心 我再回咸阳不止 鱼姬 走 瞎人话说到这份上 群臣不敢再拦他 只能无可奈何地目送他 牵着鱼姬 渐行渐远 好半场 李斯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 表情古怪的开口 方才瞎猴说的是 心领了 还是领了 群臣齐齐一愣 玄机巨是双目原睁 心领了 那叫婉拒 领了 那叫接受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一次之差 六之千里啊 对啊 我们嚷嚷着要帮瞎人建设封国 承包修建直到所好的钱粮 条件是瞎人复归相位 而瞎人倒好 拒绝复相 却领了我们的捐助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呃 也许我们可以全当是听错了 不给他辨识 这好像也不是不行 嗯 嗯 瞎猴去而复返 是 朱军 本猴仔细私存之后 觉得封国家事 终究不如大秦国事重要 我应该留下继续为相 啊 瞎猴可是玩笑 本猴并非玩笑 不但要付相位 还要将混凝土制法上报朝廷 哎哟 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敢问瞎相英和 突然改变心意 此土于国 于民有大力 本猴只是给出大略窍门 具体材料配武 以及烧制之法 全由大秦血管知学子钻研 若将秘方上报 朝廷则应给予封赏 原来如此 封赏自是有的 每位学子 何给三等绝赏 什么 如此立国立民之物 只给三等绝赏 又非要你们给 而是国库给 何必吝啬 正因是国库出赏 五等才要更加谨慎 物是公正啊 既然如此 那本猴还是去河西 就翻吧 哎 瞎想莫走 每位学子给五等绝赏 群臣生怕 下人再次反悔 赶紧认损 毕竟下人不回去当宰相 他们也回不去 只能留在工地上继续干活 嗯 这样才对嘛 王老将 右相相印何在 这里 很好 一起回王宫面见陛下吧 方才楚地长沙郡 传来紧急军情 由楚国旧臣 在百岳之地复国 还拥立了一位楚王 陛下大怒 照咱们入宫商议对策 好 这才是我突然改变心意的真实原因 赵高刚刚传来赵令 说嬴政让我即刻复归相位 帅群臣入宫义事 不把南岳摆平 我别想辞掉宰相之位 当然给学子们讨风赏 本也是应有之意 我正在谋划血管制度 此番只是个影子 嘿嘿 南岳两广丘陵之地 却由楚国旧臣复辟 乃是楚江相宴后人 为首者一为相良 二为相宇 以攻下南岳诸部百里之地 领有楚怀王的儿子雄心 被用立为新的楚怀王 朱庆以为 当如何应对 发大灵灭之 臣请出战 给臣三十万足兵 殿内顿时一片喊打喊杀 不论文臣还是武将 毕竟竟是出奇的统一 甚至文臣比武将更恼目 我好不容易 盼来了天下安定 这还没一展暴富 叹乱又且 怎能不恼落 华夏一统 于营正是暴富 于武将是功绩 于文臣是安定 包括六国移民也会受享太平 会敢被朝廷推广的高产两种 以及便利农具 但于六国旧贵族而言 乃是切夫之痛的亡国之仇 不死不休的灭族之恨 所以对他们掀起的叛乱 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只需冷静以对 抓住一个弄一个 在境内抓到就在境内解决 在南岳抓到就挂树上喂蚊子 银正听了一圈 却发现夏人一直漠然不语 不禁好奇道 爱卿 因何不言 可是怪朕食言 不放爱卿逍遥 听陛下这话中之意 似乎瞎人词相 是两人早就商量好的 不会吧 我一直以为 瞎人词相是我们的责任 故而才放下脸面 去请求瞎人副相 哪怕被敲竹杠 也在所不惜 若真如你所说 那就太扎心了 臣赠然怠惰 也知国事当前孰轻孰众 如今南岳生乱 这又向之位 陛下不给 臣也要厚着脸皮讨回 嗯 由爱卿此言 朕心定义 不过 爱卿既然不怪朕 方才为何淡漠不言 叛乱出在南岳 而非在大秦境内 又何必太过惊诧 恰恰相反的是 臣以为应当欢喜 楚国一旦成功复辟 终究是要威胁大秦 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 爱卿定有高见 且研制 楚国旧族复辟 却不敢再处地 反而跑到南岳之地 这表明处地人心安稳 郡县统治稳固 此为一喜 再者 楚国旧族与南岳诸部 争抢国土 必然搅得南岳诸民 不得安宁 依臣之见 便让他们狗咬狗 必要时资助弱势一方 最好将南岳之地彻底打烂 长沙郡只需做好防备 接收逃难岳民 二者欲蚌相争 待时机成熟 大秦再发大兵 坐收渔翁之力即可 此为二喜 哦 爱卿所言甚是 却该欢喜 其实朕心中对大秦版图的规划 从来不只是囊括六国而已 百岳之地在朕心中 也是华夏固有林谱 所以 朕还想明年发动南征百岳之战 进行最后的统一战争来着 南岳多山多林多雨水 乃仗气丛生之地 若要征伐当需做足准备 一则要解决粮草运输之难 或可借用河道之力 或直接开凿渠道 总之进军路线上 必须有水运为依托 二则平原他乡之兵民前去攻伐 多半不能适应南岳地形 更无法适应南岳施热气候 恐怕不等与敌接战 便要伤病满营 故而还需征伐楚南之兵 服以特殊训练之法 练出一支不若鱼 骑射瑞士的山地强兵 才可行对南岳用兵 明正听得平平汗手 眼中一彩连连 虾仁这算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他不得不满意 我选项的这些时日 也向诸臣抛出了征讨南岳的问题 但群臣给出的功法之策乏善可陈 一张嘴便是大军三十万往上 举国之力平推过去 便是王俭王奔父子 也是这等说法 唯一不同的是 父子俩也提出要侧重使用处地之兵 到与虾仁不谋而合 不知瞎想所言的山地强兵应如何训练 以往大秦行征讨之士 都是兵族自备物资 而瞎想前番 征讨匈奴提出装备三万骑兵瑞士 一下子便榨干了国库 近日百姓完成秋收 赋税才收上来 不会再来一次吧 山地强兵与骑射瑞士是不同的 只需少量 新式兵器即可 会而不费 那就好 至于具体训练之法嘛 臣当年参加法处之战 也曾训练麾下士族 适应楚南战场 陛下可找来一队演练 让再朝珠将官看 领悟其中窍门 再时已补缺 好 赵高 传闻宫中禁卫 可有当年随虾亲伐处者 聚找来于殿外演练 诺 烧清 禁卫武士汇聚而来 向嬴政行礼待见 瞎人出前几步 喝倒 圆排手 长排手 狼咸手 长毛手 堂扒手 弓弩手 各司其指 组成鸳鸯阵 继为武士们愣了愣 继而迅速行动 互相询问彼此之擅长 转瞬便组成数个小镇 每镇十二三人 很好 陛下 臣当年参与法处之战 公志于百岳接壤的楚南时 险些吃了亏 楚南尽是山林水泽 大军阵完全施展不开 而当地之储兵 又翻山入林如履平地 最善伏击偷袭 臣当时颇为头疼 只得暂停进军 以此镇训练士组 应对楚南兵 此镇由十三人组成 正在灵活攻守兼备 在山岭丛林中 御敌伏击可迅速成阵 与敌展开混战 此镇拆开 仍是两个相同小镇 顾名鸳鸯镇 鸳鸯镇汇聚在一起 则可成大镇 同样攻守兼备 善言练一番 可有当年变同在一阵者 有 言练皆敌 诺 这鸳鸯镇 当真是攻守兼备 以此镇训练楚南之兵 定然所向披靡 大业可成 诸卿 镇欲寻守处地 可有意见 虽说天子寻守四方 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但只要是巡视 多少都会浪费民力 或许是受佳人 这位宰相的影响 他不喜朝廷浪费民力 我们便也对需要 动用民力的事情 秉持谨慎态度 不知该如何说 嬴政看群臣不语 心之症结在下人身上 便向他征询意见 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 寻守四方 安抚黎数万民 仅是臣能智慧 朕说 卿能智慧 卿便能智慧 当真 然 那臣就斗胆一说 点赞了 宝子们 敢问陛下 寻守处地所好 是国库出 还是内库出 嗯 哈哈 还得是瞎象啊 有事真改上 这是我们出来 说话那就是找死 因为天子寻守四方的事 是陛下站着大意乏力 我们既没威势 也没理 我没白给 虾人捐钱助粮 值了 何着这是惦记镇的内躺的呀 你刮怂歹之一只养猛蒿羊毛 真当皇家是摇钱术吗 若非有群臣在 我真想让辅作按住你 亲自动手打一顿板子 嬴政深呼吸平复心绪 然后 再次深呼吸 好半场才缓过来 露出无奈的表情 唉 我非昏馈之辈 也知晓 瞎人是出于共心 这一遭乃是选瞎人做宰相 必须承受的副作用 罢了 就这样吧 寻守处地所好 由内库出 且此番寻守 选万余禁卫护从 闻五百官随驾处理国事 以且遵照前次亲征之志 沿途不须奢华普章 寻臣吾不大喜 能随驾寻守安抚万民 自是荣耀 但等回过位 却又气息呆止 前次陛下亲征时 我们在朝中 每日关注大军传回的军情 深知陛下之艰苦 也亏得他正当壮年 才能坚持到上郡边地 如今竟让我们去受那奋罪 我们不是害怕吃苦 而是身体不允许啊 真要那样做 我这条老命 非得交代在半路上不可 虾仁将群臣的表现 尽收眼底 然后突然向嬴政拜倒 陛下虚怀纳箭 臣拜扶 但依臣看 这寻守处地所好 理应由国库出 爱卿何必如此 可是严余阵 群臣回神 哑然看向虾仁 转而又看向嬴政 然后整一关大拜 陛下有体恤民力之心 便是最大的贤民 臣等拜扶 须得名发九州 招遇离数万民 陛下不知 有寻守处地 帝护百姓之武功 更有爱民之贤民大德 史书当即陛下此得 牛方千古万事为表率 好家伙 便是向来不鸟我威士的使官 以不利美言 这是我掌权以来 初次见这般场面啊 虾仁 深得振兴 嬴政看向虾仁 君臣二人四目相对 虾仁笑了 君臣彼此自有默契 一切尽在不言中 傍晚 朝会散去 独臂的老族张燕 突然兴冲冲地 跑来找吓人 君侯 西行商队回来了 鱼姬夫人让您去看啊 或 怎这般快回来 商队只到楼兰 兼有您研制的 能日行百里的四轮马车 算算时间也不快点 行 我这就回去 哎 这位老伯 不知您说的 是甚至西行商队 君侯前番出征归来时 传信回来组建商队 从河西走一趟域外 试着打通商路 如今已然是成了 商队不仅安全回返 还带回大量域外商货 哦 我记得咸阳城中 也有域外商旅运来 紧俏的域外商货 再带走大量的 华夏美物 据说一来一回间 便能积攒 富可敌国的资财 让人好生艳羡呢 不知五等 可否进学馆看看 回返的商队 学馆如今有公子公主进学 闲杂人等不得进出 不过 诸位军长自是能进得 请 谢谢张老 呀 说起进学 我才想起来 方才散潮 我又忘记 向陛下请恩 让吴家内瓜总来进学了 他整日游手好钱 再不好生教育 怕是要废了 哦对 吴家中的子侄孙辈 如今还被内师府 压在工地上 无苦意修路呢 确实该好好教育了 否则废了都是轻的 万一闯下祸事 恐将连坐家中不得安宁 今日宫门已关 明日定要请陛下给个恩典 好 请恩的时候 别忘了叫上吴等 说话间 群臣已在老张的指引下来 到一处宽阔院落中 这马居然比中原马匹和草原马匹 都高出半个头 陛下的御马怕也不过如此了 这些宝马出自御外之王国 具有无穷的持久力和耐力 且奔驰时其极如风 汗出如雪 因而得名汗血宝马 群臣听他说得太玄乎 又很好奇 便上手抚摸马匹颈备 抬手再看 果然变了颜色 斯 真乃神区天马也 据商队所言 这些宝马购得时 仅有几匹为汗血 待一路返回赛内后 不知是何变故 接成了汗血马 方才瞎像查看 说是最早那几匹汗血马 只是皮下生了病虫 故而汗出如雪 而鱼下之马匹 在回城路上 与几匹汗血病马混养 也沾染了病虫 才会变为汗血 这也太害人了 你这老婆怎不早说 五等要是变成汗血人 你可逃不了责任 怎的我说啥 你们还信啥了 若真是这样 瞎像还能让他入赛 是 是你 帝别来无恙乎 群臣看到两人 皆是表情古怪 因为来人正是李斯的师兄 韩非 他当年在牢狱中忧愤成疾 如今已是蓄发皆摆 呵呵 兄道是日发有威仪了 若无威仪 怎能入室为官 非日日可盼陛下启用呢 哈哈 逗你的 我早就想开了 我来瞎人这里教书之时 得他获准 回去韩帝接家眷来咸阳 见过如今韩帝百姓的生活 堪称丰衣族时 太平安乐 比关中老秦人不差 甚至比韩王统治时更好 所以我觉得 我的用武之地也没多少了 只想在这血管中 忠老一生 但愿如此 哼 瞎像 不知这些汗血码 是要留之自用 还是要贩卖换利 若是贩卖 无想走个友情价买几匹 无等也想 我会留下一两匹自用 余下的贩卖 不过诸位确实不必买 我每人赠一匹 但也只有一匹 因为余下我还有大用 何西商路能否繁胜 全靠他们 哎呀 那五等便不要也不买了 还是留给瞎像做大用为好 对啊 我们与您都有袍责之情 深知您认相便要避嫌 所以您敢给 我们也不敢要 不不不 诸位一定要收下 并且收下后 还需乘其炫耀 让全城百姓接艳线 众武将听到这面面相去 而蒙田已然猜出他的用意 开口道 瞎像这是要拿五等当玩样子 能得四等宝马 便是做一回玩样子又有何妨 谢谢瞎像了 你个匹夫 王俭王奔老将军接载 你敢挑走最好的 图虽头也不回 只留下一阵得意大笑 众将大骂不已 而王俭 王奔父子敲门 捏挑了两匹出众的骑走 其他人反应过来 也赶紧挑了自己的马鸡池而去 最后院中仅剩一些要脸的文臣 马也仅剩十来匹 瞎像还真是大手笔 那些匹汉血保马说送便送 若是贩卖 一匹少则也可得百两斤 又何须无等捐助建国啊 朱君可是怪本相 厚此薄彼 想讨要鱼下这些汗血马 又不好开口 宝马赠英雄 美誉赠君子 可否 这欲虽只简单磨去扑皮 但欲制之家已然显露 白嫩温润如同洋芝 瞎像真舍的赠予无等 朱君且自行拣选 找一颗重义的 拿在手中把玩即可 不过还是那句话 务必多多炫耀 我何夕之国能否凡胜 全看朱君是否卖力炫耀 若得此等美誉 必然邀约亲朋故旧一同赏剑 众文臣不在京时 纷纷上前拣选美誉 下人今天这一番操作下来 可以说送出了千万彩获 秦并六国之后 朝廷百官商议制定杜梁衡以及货币 下人秉承着后世思想 加入许多现代技法 比如岸元有秦智 应是以朱 两 金 君蛋为重量单位 二十四朱为一两 十六两为一金 三十斤为一军 四军为一弹 在这之外 还有二十四两为一傻的 下人主张采用识境纸 以离 克 两 金蛋为重量单位 语者则统统废除 由此延伸 应用在货币方面就简单了许多 一离金等十钱 一克金等百钱 一两黄金便是一千枚铜质半两钱 一匹汉血马换百两金 便是十万钱 而下人一口气就送出了八九十匹汉血马 至于玉就更不用说了 华夏鲜明对玉的审美堪称远远流长 包括孔子也赞颂玉有十一德 玩得极其花哨 而下人这箩筐里的玉石 磕磕皆有成人拳大 价值不可估量